來,是不是請一下部長好不好,我們要開會了 那個,行政單位你們需要這麼多人嗎? 我們是不是盡量採取梅花座,然後如果沒有需要到場的幕僚單位 是不是就可以先行回辦公室辦公好不好? 就只有這樣? 來,我們今天列席的官員有 部長,經濟部會計處處長 國營事業執行長,劉執行長 加工出口處黃處長 工業局呂局長 中小企業處蘇副處長 水利署賴署長 國貿局呈局長 能源局由局長 台電總經理 然後副總 檢副總 怎麼 原來 對對對 抱歉 抱歉 好 行政院主計處的王科長 那其他的同仁呢? 其他你們是哪一個單位的? 我建議這樣好不好 就是說如果 除了我剛剛念道明 我們今天練習的這些單位以外 其他的 是不是就可以不必在委員會裡頭? 我們盡量減少在委員會裡面的人員出席好嗎? 來,請各部會 請經濟部你們自己去協調一下 如果有幕僚同仁是 或者你們在 我不曉得還有沒有其他的休息室 或者是戶外空間可以讓大家休息 當然啊 我們的幕僚同仁盡量 減少 然後我們請 各單位 主管 你們的座位 互相彼此 空一格 然後我們採取梅花座 好嗎? 那那個 我們是不是請議事人員也協助一下 後面空出來的位置 我們也讓我們的記者朋友也採取梅花座 讓我們記者朋友的位置能夠更寬敞一點 空間能夠拉大 好嗎? 你們就交錯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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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沒有傳給他們 有 但是他們習慣 但是他們很好 會選擇 OK了嗎 OK了嗎 好了 剛剛已經打零了嗎 打零了 好 請報告出席人數 報告全體會 出席委員14人以主法定人數 好 我們現在開始開會 進行報告事項 請宣讀上次會議事錄 立法院第十屆 第一會期立法院 經濟委員會第六次 全體委員會會議事錄 時間一零九年三月十六日 星期一上午九十至下午三十三十八分 地點紅樓一零一會議室 出席委員林代化委員等十五人 列席委員黃世杰委員等三十七人 列席人員農委會主委 陳吉仲及相關人員 主席邱招及委員議員 報告事項 一 宣讀上次會議事錄 決定確定 二 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吉仲列席報告業務概況 並被質詢 農委會主委 陳吉仲報告後 委員林代化等三十二人提出質詢 均由農委會主委 陳吉仲及相關人員及其答覆 決定 一 登記發言委員除不在場者外 其均已發言完畢 尋答結束 二 委員江啟成及林德福 所提書面質詢列入記錄 刊登公報 三 書面質詢及未及答覆部分 請相關單位於一周內以書面答覆 並復制本會 通過臨時提案四十一案 請委員參閱 三 會宣讀完畢 好 因為我們現在在場委員不足三人 所以我們議事錄就站不確定 繼續進行討論事項 請宣讀 討論事項 審查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 預算非營業部分 關於經濟部主管 經濟作業基金 水資源作業基金 經濟特別收入基金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 巡達 宣讀完畢 好 那我們現在就請經濟部 沈榮金部長來做報告 貴委員會 紫習各位委員 各位議會的同仁 今天 這個經濟部到貴委員會來 針對經濟部 所属的这些经济作业基金 水资源作业基金 经济特别收入基金 合伙端基金的109年度预算案 来跟这位做专案的报告 谈到作业基金的部分 经济作业基金 我们109年度的业务计划 主要分下设有 加工出口期作业基金 产业N7开发管理基金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我就针对以下来做报告 加工出口期作业基金 最主要是办理加工出口期的N7的 公共设施维护 消防设施维护 清洁维护 以及环保检测 产业N7开发基金 最主要是保持工业期内的环境整洁 以及各项公共设施的维护管理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主要是透过这一个金融机构 以低于一般贷款利率 来推动这一个出口贷款 海外投资跟营建工程的贷款等 那109年度的经贷变类的情形 在收支1次的部分 在收支1次的部分业务 业务总收入89亿支持100亿 短处11亿左右 那固定资产建设 部分109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4亿2709万 那谈到水资源的作业基金 109年的业务计划 主要就是包括水库经营管理 跟河川湿浸管理 最主要是包括发电给水湿浸 跟清衣跟观观 那109年度在预算编列 收支1次总收入84亿 业务支支95亿 短处10亿 那在经济特别收入基金的部分 109年度 整个在整个业务计划方面 就是下设有这一个 所谓的推广贸易基金 能源作业发展基金 石油基金 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等 那这个部分109年度 预算编列的情况 那整个基金的来源 大概有225亿左右 基金用途大概有 这一个283亿短处57亿 那核厚端基金最主要的业务计划 就是办理这一个 低放射性废弃物处理跟储存计划 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储租计划 以及用过核子燃料储存计划 等 那整个的预算的编列情形 基金来源265亿 基金用途35亿 剩余229亿 以上报告 敬请周围委员支持与指教 谢谢 沈部长 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寻答 在委员质询前 原力做一下几点宣告 每位委员发言时间 本会委员6分钟 必要时的延长2分钟 非本会委员6分钟 今天早上的10点30分 截止发言登记 另外跟委员会报告 今天与明天的议程 均为预算案的寻答 所以我们这两天 都不处理临时提案 我们今天跟明天的议程 都是预算案的寻答 所以我们就这两天 都暂不处理临时提案 也请各位委员见谅 好 接下来我们请 廖国栋招委来 直选 谢谢 谢谢主席 我们请部长好吗 来 请沈部长 很早 部长 最近这个疫情 发展到现在 现在大家关心的是 要不要锁国 要不要锁国 你有看到了相关的报道 锁国以后 对我们的人民的生活 有非常大的影响 经济面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真的进行了锁国 因为现在陈时中部长是说 随时都要 随时几乎就要办了 到时候 这个进出之间 减少的流量 所造成的经济的 一个负面的效应 大概会怎样 首先跟委员报告 可以看到最近欧美这几个国家 也都采取基于防疫的考量 所采取的 不得不的一个作为 对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政府现在也感谢 大院这边来支持 我们失困条例 以及特别预算 那我们现在这时候 不但那个已经过去 我不想 我说 如果我们真的锁国会怎样 对经济面的影响 这个部分呢 是大家整个都在做 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是全球性的问题 那全球性的问题 我们这时候就是要赶快来扩大内息 促进内息 对 那所以呢 上次总统召开国安会议 也就要求 我们所有的国营事业 我们加快 比如今年的计划 能够来加快 在上半年来执行 甚至于明年的计划 可以提早的 我们都提早 第二个 就针对 我们台商回台 这一波 我们要加快来落实 台商回台 对 台商回台呢 大概也有将近 两三千亿左右的投资计划 那这些呢 对于这个投资计划 所带来的 这些内息的效应 应该在 这一个建厂的计划 设备的需求计划 这些都有帮助 看起来啊 你这个扩大内息 是马上要做 是 等还不及其的 是 但是你说台商回来 我觉得 我告诉你 因为那个矿日费时 不必期待 你光是申请 你的这个投资 就是一堆的程序 那个都准了 都是准的 已经准的 已经准的了 已经准的有两三千亿 对对对 有这个会有感 这个会有感 那个有点说 受制于台商要不要回来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过大内息 你们马上就可以做 所以你应该 跟委員报告 这些呢 就是在台商里面 现在准的七千多亿里面 那要去年发生两千多亿 这一次 今年也会两千多亿 这两年就会发生 五千三百多亿哦 这个事会有感 我们希望真的很快能够看到了 是 我觉得这一块应该会有帮助 而且回到这个索国这件事情 好 你说扩大内息 那现在政府有什么作为 已经在做这个扩大内息了没有 扩大内息来说的话呢 可以看到呢 我们现在可以做的部分 比如说内息型的服务业 服务业 那过去餐饮 对对 我们现在 餐饮不停顿 大家都不敢去吃饭啊 不不不 这个餐饮呢 就通过外送平台 外送 所以每一家 如果导入世卫转型 外送平台 一间補助万五块 可以補助 一万一千斤 所以一页六千五百几万 是业者接到补助是不是 对啊 业者收到补助 对对对 让他们去用外送派送 对对对对 你有给他试试看吗 这个实际上的 你有给他试试看吗 这不错呢 我知道啦 但是实际上的效果会怎么样 我有试过不错 真的 因为你要做你要试一试 对啊 我要先试试看 确实知道这个 我觉得还不错 美国怎么可以试试看 真的大家来感受一下 连立法院都要派送啦 对啦 好事啦 那么现在政府的作为 我们刚刚你讲了 我们也条例也给你的 预算也给你的 是 我们也打扁了嘛 但是重点是纾困啦 对 那上个礼拜 我跟委员报告哦 纾困我们昨天掌握到 41件 然后51.3亿的 这个纾困贷款的展联 这不错哦 57.3亿 而且我现在呢 准备跟龚正伟 我们随时来 看起这个纾困的厚子 这让中小企业 看到说政府 给它订企业 订企业 大家来怎么样 来度过这样的一个 对这个难关确实是 大家一提啦 一提来面对啦 这些大家作为来来啦 那现在我要 你像工具机 去年年底 我们就这样撑过去啊 所以他们有 有办法 他们抱着回馈感恩 这些口罩机 来给我们帮忙啊 就是这样来的 好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谈 这个经济成长的这个停止嘛 几乎是停止下来的 那你认为 我们从消费 从出口 从投资 哪一个项目是操作在我们的 我们可以做的 我跟你说 从内需 这个事情 选择我们 这就是消费嘛 对 内需来说 扩大内需的建设 和扩大内需的消费 都要 已经在启动嘛 这个国内消费 跟这个扩大内需 已经在启动了 对 第二个呢 政府可做的 现在我看到的是 所谓的夜市券 将来要发这个振兴券 我认为 不如发现金啊 直接给现金啊 像以前 马英九给消费券 他也不会限制你说 你只能消费在哪个地方 而是 什么都可以 当作通货来用 那你们现在不限制做 还限制 我去夜市的时候 我到夜市的时候 没错 你要听 我到夜市的时候 他们都说 这个夜市券 还有限制 只能在哪个地方消费 不不不不 以后开放 前期开放 完全 所以 所以就等同通货 我跟你说 这个我跟你说 这前期开放 前期开放 就把它当作 新台币用 前期开放 没有啦 还是你们有现金 发放现金的打算 我看美国 这个川普也说 准备发现金啊 没有啦 我跟你说 先去注释嘛 有发生注释了以后 我们就分抵用券 来就是振兴抵用券 大家就去 去餐饮啦 来野餐啦 观光工厂啦 再来议文活动啦 多元啦 那个想象中 是可行啦 那个部长 但是实际执行面 我们现在 你如何鼓励他 趁这个时候 能够去 这个观光旅游 完全被限制的 这个时候 你怎么鼓励他们去呢 所以这个消费是停滞的 我跟他说 我跟委员说 现在这里可以做的 像餐饮家 就是透过外送平台啦 对啦 你刚刚讲过了 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觉得较务实啦 这个可行啦 而且也比较安全啦 尤其在都市 这个可行的 对 我觉得这个较务实 可行 OK 所以 对现金发放这个 你没有直接回答我 你自己觉得 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过期 有哪有减特贵啦 就是这种 所谓的消费券 也必替代消费啦 有没有 我是感觉说 要先去 注释后 有没有 后来 更本地用券 这样更不会有 替代消费现象啦 这个没有关系嘛 所以 现在我就告诉你 好 你就被限制了 你只能在这些项目上来消费 你如果说 现金给你 就是通货 当作通货的 这个消费券 你什么地方都可以消费 那个才是真的 全面 全面来提升 我们的消费嘛 我跟委员报告啦 也是要来 衡量 什么种的效果 比较大啦 是啊 当然你们要检讨 所以 因为 全会这样 借那些 滚了百亿 到够了 那个 效果 优惯就 比较不差啦 对 超可笑啦 所以你觉得 我们现在六百亿的纾困 足够吗 只够你们去应付这个 这我给委员报告 第一个 我们 这一生来做 没够 以反 积极 还没够 再回来给大家报告 请答应来给我们积极 三不积 有已经预见了 六百亿是不够的嘛 不不不 我自己说 进行来做啦 做了之后 没够 我们自己报的 以反积极嘛 自助人自天资嘛 咱们还没够 来给大胤请求嘛 所以你们应该 要有第二部 没有 我们都有在准备 随时要进行第二个 是 我跟你说 我口罩飞了 我现在在 开室困飞 现在 早上都这样 OK 最后我要跟你讲的是 其实这个 防疫啊 不是一个医生 我很懂这个东西 防疫啊 疫情啊 这个不是 什么中国传来 不是 是人类跟环境 跟这些病毒 细菌的一个斗争啦 每几年会来一次 你看2003 SARS不是来了吗 2012 这个MERS也来了 2019 这个新冠又来了 它是 一而再而再而再而生会发生的 我们防不胜防 我跟你说 防不胜防 好啦 没关系 难免去跟他说那些啦 把防疫去做就好了 我就是告诉你 这个变成 将来会变成一个常态啦 所以我们的做法上 政策上 应该要非常的清楚 要及时 我们去这个考察的时候 他们就告诉我们嘛 正心不服啦 那时候都死光光了 正什么心 不如现在就纾困给我们 不不不 不要交财来给你们求救啦 好吗 求救 万一求救我们啊 如果真的不够的话 我想立法院我们也希望在野党 都能够支持分架预算啦 既然廖委员 那现在是在讨论啦 是 好 有备无患啦 准备充分才能够 充容便对应付啦 好 谢谢 好 感谢委员跟我们支持啦 好 我们现在在场委员已足三人 我们是不是请问各位同仁 上次會議的議事錄有無錯誤會遺漏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議事錄確定 我們下一位請邱承允委員發言 主席 然後我們請省部長 來請省部長 委員很早 很早 部長辛苦了 不會 我看你每天開會 今天我們先跟你請教 關於這個核電廠面對除疫後的問題 那我想先看一下這個部分 第一張投影片 在1970年的時候 核一廠計畫通過 預計到2049年的核三廠 完成除疫 總共大概有80年的時間 那過去40年用電所產生的核廢料 不論永核或反核 都到了全民其實應該嚴肅 面對的時刻 未來30年的除疫工作的規劃跟執行 其實經濟部則無旁貸 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 核電廠除疫的部分 其實我們社會有很多的討論 那今天我們就來針對這個問題 來請教部長的意見 那我們看到第二張投影片 那核電廠的除疫時程 如果順利的話 以現在來計算 大概也還要在25年的時間 這些我們都會給你做出來 讓你稍微看一下 我們下一張 那但是我們核電除疫之後 它還是有它一定的商機的潛力 那未來全世界的核電廠 將進入除疫的高峰期 這也是世界的趨勢 那初估每年大概會有1500億的商機 那如果可以全民一起關心 然後討論出一個高度的共識 支持跟投入 其實台灣是有可能轉型為核電除疫的技術輸出國 這部分 部長不知道你有同意嗎 這裡我給委員報告 我在正當的會議 委員在關心這 我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核能處議 這件事要把它產業化 變成一個 business 就是我認同委員你的看法 很有前瞻性 甚至於我們台北也在跟這裡的 法國跟這裡的亞洲的衝突說 利用這個機會 因為亞洲的這些核能場 略修要面對此意的問題 這個是有一個 business的 所以這是一個商機 商機我們利用 引進國外的技術 來練兵完以後來打亞洲市場 所以你是同意的 沒有沒有 這真的有的委員真的有說 這很好 所以我們現在經濟部跟台電 在廚藝方面的工作 其實現在目前是偏重在核電廠內的技術層面 那核電廠其實我覺得 這還是要更重視我們跟社會的關係 不能只是單向的廣告宣傳 應該跟我們地方的居民 包括我們後頭也都挖核二廠 你就是一家 沒有啦 我們沒有那邊 你沒有那邊 我們都挖那邊很近 所以我都很關心 對 阿多姨我就不要說了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跟那個地方的居民 要這個對等平等的溝通 那我整理出以下幾個議題 請那個部長來參考一下 第一個 過去核電廠的興建 都在戒嚴的時代 民眾都沒有說不得權利 這是一個轉型正義的課題 第二個部分 除疫後的就業機會地方發展 跟除疫後未來是社會除疫的核心 還有就是除疫後的長子如何再利用的討論 其實這個部分 我認為都要增加我們民間的參與 跟當地居民的一些意見 所以這個部分我提出一個建議 就是請經濟部跟台電 在核電廚藝的規劃跟工作 可以更重視社會廚藝的層面 跟廣泛的討論 取得社會的共識 這個我覺得台電廣泛的 因為讓大家參與之後有沒有 坦坦坦坦坦 那參與之後有什麼事情 這個溝通 跟不然這樣就有參與有了解 就不會怕 就不會讓各民黨那些黑白共黨共策 對 所以這邊 把部長要求 如果你有這方面 那個 核電廠除疫後的一個 產業的計畫的概要 還是說方案 如果有資料 是不是提供給本市的辦公室 建議很好 我們這個台電廠 從營利跟副總都有聽到 是 那如果有相關的這個 產業發展的計畫的 書面的資料 是不是再提供給本市的辦公室 好 再來進入我們今天的 另一個主題 就是說中小企業的發展基金 中小企業的發展基金 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資料我是跟預算中心拿的 是 那原則上今年預估 本期短數會達到 13億4千7百多萬 到頂年差差不多要一輩 這個部份是請部長 因為這個進年 這裡我給委員報告 怎麼那數字差那麼多 因為你看到這個數字 我一定要問 你政府是不是 要提供中小企業提供 屬實 在這家主價長也告訴我 你又去做事 經費我決定幫你報到 所以在這家 在福特中小企業 都沒有影響 所以這個部份 我們看 好像是你很貼的 不過 績效 績效我們後面就要來討論 第一個部份就是 去年7月 行政院雖然同意 增播50億 但是後來109年度 預計增播的金額 卻8億6千765萬 這個數額 跟中小企業發展基金 109年度新增辦理的 三個計畫跟方案的金額 其實是差不多的 這有報等於沒有報 是行政院卡在中小企業發展基金 這就是這樣啦 這對有算的角度來說 行政有整體考量 但是要用錢 我們比方說 他說 您盡量去 使用 我們福特中小企業 經育不足 他才會給我們聽到 我跟委員報告 像我們 中小企業的投資 本來是200億的投資 本來是200億的投資 而且補助 利率是1.5% 到買了 200億後 要拿的是 中小企業很緊張 我跟日本 我跟行政院 索義長 索義長說 報告啊 中小企業是國資盤石 你放心 你簽起來 200億後 行政院 索義長 配1000億的投資 讓我們中小企業 所以說 這就是生意 那個經濟部 當然 是很支持中小企業 不過我們也要看他的投資報酬率 我們來看他的下一個PPT 好 中小企業發展基金 其實他中有一個 創業育成的信託投資專戶 現在完全像是投資五間公司 不過我們 這個價位 我知道從92年到現在 我這邊有列出最近 三年的 四年的這個 績效 其實我們看得出來 他的投資報率 基本上都還是 麥拉斯的 只有在台灣 育成這間公司 他是這個 有成長 6.82% 這個部分 包括中華開發 華洋開發 他的 他的這個平均投資報率 都麥拉斯到 37.65 跟 那個 負72.11 其實這個效果並不是很好 應該不是說不是很好 應該是 這五年看起來都是 都是麥拉斯 這個部分是 部長來幫我們說明一下 這大家 你對這個績效你有滿意嗎 過去 屬性 我對這裡 我也在在檢討 對啊 這都過去 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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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新的做法 我怎麼有要求 中華企業 你知道民國92年到現在 要來轉案報告 這都過去 以前的 所累積的 這個部分 哪有報告 也讓我了解一下 對啊 因為我覺得我很關心 中華企業 這好事 我覺得我檢討之後 準備我給你知道一下 所以說 我們做的事情都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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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很符合我們中小企業產業的需求 所以這個還可以繼續嗎 屬性 我們現在是 這樣啦 這些中小企業跟新創 這些可以說都處於弱勢啦 我是希望說 要 引進一些比較新的 的觀念 和理念 來 來 這些中小企業 現在比較有創新 創意的 這些 讓它 覺得說 難心 中心 不是都在講話 所以你覺得 我們民意代表 有什麼背景來做也不錯 蛤 如果我們民意代表有產業背景來做 對對 像委員你這樣也 等你這句 好 最後做一個結論 是 部長喔 經濟部的中小企業處 長期對企業的脈絡發展 其實不一定那麼符合產業的需求 可以答應本席 未來我們還是要將資源集中 不要分散 讓有意願 創業的年輕人 能夠透過單一 簡化的窗口申請裕程 不要讓有潛力的企業被埋沒掉 這裡面 盡量讓他有角色 感謝委員 你感謝 這事實 我們有哪有跟中小企業處 說 第一 我要了解 是不是比較穿都那幾間 齁 再來 第二 第二 就是 要穿的是 誰那些 神經事變 怎麼在做我們比賽 這都不是我們 這也是我的 衣服 要愛的東西 要有一個換本 你要愛衣服 說一說清楚 不要讓人家說 衣服沒看得到 吃不到 不要找去 委託 外面的顧問公司 誰做完比賽 我就是想說 不知道 這個計畫 今天是在扶植 顧問公司 還是在扶植新創公司 這就是我 這幾間我的感想 這我們已經 沒有這麼注意 這我們已經 很久我們已經有發見到 現在都把前化 好 今天 感謝委員 謝謝 謝謝邱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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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請邱憶委員發言 謝謝 謝謝主席 我是不是請一下水利署 賴署長 請賴署長 署長 我想我們今天要審查這個水資源追基金 但是現在大家在防疫的這個同時 跟水有相關的議題要請教你 我們現在一直在推廣 請大家要勤洗手 那勤洗手呢 最重要的除了肥皂以外 第二個一定是水 這個水到底夠不夠 我們算了一下 如果全國的民眾 每天多洗手10次 每一次洗手20秒 他增加的水量 大概每一天會增加48萬噸左右 那請問 台灣的水到底夠不夠 我們知道現在我講一下 從去年8月份 只有一個所謂的白鹿颱風 登陸台灣 從9月到現在的降雨量 大概是過去歷史的大概 五成到七成左右 那現在包括像在高雄 我們的農田水利會 的這個農業灌溉已經開始在做淪灌了 所有的這個浮流水的水量 都遠低於過去的歷史紀錄 水利署請問有沒有什麼實際的作為 到底我們的民生農業工業用水 能不能維持正常 來 書長 好 謝謝委員 每年的11月到 前一個年的11月到當年度的4月 都是我們枯水期的時候 所以我們看到枯水期的時候 各個水庫的水位下降 國人難免會去擔心 那曾如委員剛剛所說明的 我們不但是盤點我們各個民生產業或是農業 甚至是現在的防疫用水 那依照我們的分析 如委員所說的 2300萬同胞每天再多洗手10次的話 每天差不多是48萬噸的這個水量 那依照我們的這個分析 其實我們不管是減肉 節省每天到10萬噸的水量 還有農業灌溉 總量管制區域調度節省的水量 180萬噸 其實遠遠大過於我們防疫所需要的這個水量 所以勤洗手是沒有問題的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當然我們現在進入到這個所謂的 枯水期的下半段 所以如委員關心的 包括你的選區的部分 高雄農天水利會在今年的一月 二月的時候就成立了緊急的應變小組 我也去現場去看了 然後我們搭配輪流的灌溉 可以讓我們確保我們是供水無雨的 那基本上 所以這個輪灌其實已經比往年提早了一些 是我們超前部署的 因為 你這個叫做超前部署嗎 不是因為缺水的問題嗎 才提早啟動輪灌 是因為你們超前部署 對 因為去年的六月開始 我們部長 就只是我們 包括行政院就很關心水權的問題 所以我們到目前為止 開了28次的會議 從去年六月開始 那你們過去做的這個回收水 回收水的這個使用率 也有計算在你現在的所有的這個水資源的使用率上面嗎 你這個回收水的使用率現在到什麼樣的程度 回收水我們是期待各縣市政府再來取代說 它平常道路行道處的交灌用水 或是洗街的時候的這個用水 那各個工業大廠對於這個所謂的水資源再利用 包括這些水循環回收水的再利用 配合的程度到哪裡 你們這個是不是要跟工業局來做一定程度的配合 我們除了跟工業局合作之外 我們定期有跟所有的包括科學園區 或是這個全國的工業產業的工會 大家一起有一個平台 所以署長你認為到目前為止 甚至說到五月為止 你覺得供水是無餘的 可以做這樣的保證嗎 應該是我們的超前部署 讓我們去年九月到現在五到七成的入水量 我們還能穩定供水到現在 而且我們也有把握在今年的三月底之前 讓全國的所有的農業的春耕整田用水 可以灌溉無餘 但是接下來就是在進入到 我們的枯水期的最後的一個階段 所以我們密切地掌握的這個 在興起來臨之前 你們都有密切掌握 所以現階段還不需要到 施行所謂的人造雨的階段 人造雨因為春天 春天的雨都是對我們都很珍貴的 只要有封面來臨 包括像這兩天 可能有封面接近我們 中部以北的地方 所以我們已經做好人工蒸雨的準備 到目前為止 我們今年已經實施了兩次的人工蒸雨 我想應該給予肯定 另外我有一個小小的建議就是說 你們過去像阿公店水庫 我們有很多大型的水庫集水 你們到夏季的時候 雨季來臨之前 就會把水庫的水全部放乾 全部放到空 是不是可以去研究一下 你維持在一個滴水面 就是你那個水面 你那個湖面上還是有水 不要放到乾 你放到乾 第一個 對於整個氣候的調節不好 第二個 那個景觀也不夠漂亮 第三 那個湖底的泥土 因為一直曬太陽 曬到整個硬掉乾掉 你們將來要輸菌 要清這些泥沙的時候 其實也不好清理 我覺得超前部署是對的 但是好像大家公務人員就會覺得說 我就把他繞到乾 比較不用帶來的時候 萬一淫水都怪這些公務人員 我覺得可能可以去研議一下 因為地方也非常多的居民在反應 是不是能夠讓他維持一定的滴水面 至少你那個湖面上還是有一點有水 這個我看要請你們去研議 這個我們再來捐討 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蘇菌的工作 前一陣子我們大概也有稍微討論了一下 因為中國的這個整個封城 所以很多的沙石業者 尤其北部的沙石業者是苦不堪言 面對沙石短缺的問題 這個嚴重影響到的將來 整個北部地區的公共工程的進行 那這個部分我不曉得水利署 現在跟工程會或者是跟礦物局 你們這個三方有沒有進行更進一步的 所謂的溝通協調 包括怎麼樣把台灣的內需市場把它補足 你的這個蘇菌的工作 包括北部的蘇菌工作 應該要怎麼樣增加 讓這個沙石的產量能夠穩定 甚至讓這個價格也能夠穩定 這個部分 請教一下署長 大陸一年依照礦物局的統計 一年進口到我們台灣的所謂的沙石的原料 差不多是530萬噸左右 但是因為當然疫情的影響 當然我們也在蘇菌的時候 會考慮到核環安全 甚至我們也想說 若是這個進口的沙石量不足的時候 我們怎麼來補充 我跟委員說明一個數字是 我們去年 把蘇菌的這個成品出來 差不多是3770萬噸左右 今年我們會多增加1110萬噸 到目前為止 增加的來源從哪裡 不管是我們東部地區東沙北運 中部地區中沙北運 因為進口的這個沙石大部分是 攻擊在所謂的我們的北部地區 那目前我們掌握的這個進度 大概我們全年的預估量 分現在 累積到3月7號為止 我們的蘇菌的成果 大概有26%左右 佔全年的這個蘇菌總量 26%左右 所以我們對蘇菌的這個部分 我們今年達到這個目標 是沒有問題的 好 來 部長我請教一下 就是我剛剛提到這個 請部長 來 請一下部長 再一分鐘就好 不好意思 就是我剛剛提到這個沙石的部分 是 這對台灣的公共工程是有很大的影響 是 當然有些北部地區的這些沙石業者 因為這個進口的量完全沒有 是 他面對到沙石短缺的問題 這個有沒有列在我們的紓困的整體的計畫之內 還是說你們可以把它列入研議 我覺得這個對整個台灣的沙石供給的市場 跟公共工程的這個整個環境 這是不是應該要把它列入考量 好 這裡感謝委員你幫我們提倡 齁 山石這個問題 我也說 也是要 國內這裡 攻擊這裡優先 齁 這裡來看看 看要怎麼來改革進行 這裡有一些委員 我們當然要想辦法看 可以東沙北運 中沙北運 其實啦齁 我之前 署長說過 山石最多在哪裡 在寶萊 桃園寶萊地區 對 對 那一堆山石如果能撐出來 可以解割很多我們山區淫水的問題 有 那個突然 突然那個寶萊 是啊 問題是你們大家都說 那個運費太高不符成本 所以 連水利署自己都不願意去輕輸 連水利署都沒有那個能力去輸 輸菌 你們有縮啦 都給我一旁而已 放一台沖下去就再燉起來了 像這個東西如果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你說 有砂石的地方 但是砂石運不出來 需要砂石的地方因為進口量不足 好 這樣這叫做 這叫做 真的要問題點嘛 是 現在要面對問題要怎麼來找出改管嘛 對 所以這我是不是可以請 經濟部包括礦物局這裡 和水利署這裡來共同研議 好不好 好 我來了解一下 好 謝謝 感謝 好 謝謝邱委員 謝謝部長 謝謝處長 謝謝 請省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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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問的是 我們之前提過高雄的前鎮創新園區呢 現在進度到哪裡了 請我來請我們中小企業 這裡來回應 簡單說一下好不好 來 前鎮那個部分我們其實是有幫忙在做規劃啦 那因為主要還是要納入到整個中油園區的總體開發去做 好 這樣我知道 部長 他要的是納入到中油啦 中油的開發最快要到2027年啦 人 北部的林口的已經開始在運作了 今年已經開始編了啦 這個部分如果到中油 最快要2027年才開始啟動第一年 現在還剩下差七年了啦 我是說這個東西落差太大了 高軟現在內部有空間 也有那個部長可以嗎 一個月內做規劃 半年內把它在高軟內部設置起來好不好 南北至少都各有一個創新園區的概念 我來搞代我何處長這裡來針對高軟這裡 剛才委員說有空間 有空間 你知道啦 高軟有空間 包括那個 包括 鳳凱那個空間裡面都有空間 空間多大 沒關係 你去盤點你就知道 你請你的董事去盤點就知道 好嗎 有啦 黃處長在這裡 盤點 你原先抓的只是要1000坪啦 你去盤點完了之後 好啦 我跟你講啦 這樣我聽好了啦 現在可能我會請我們黃處長去找工程建設 洪洞去瞭解 好嗎 五湯跟中油那個又電器啦 電器那七年後的事情 那個太晚了 我知道那不會負期了啦 北部已經有一個新創的遠了 我希望南部的部分 高雄這個地方是一個軟體的居落 好 那個高軟那不錯啦 拜託寶長啦 你也都很熟 那接下來我來問一下 現在 現在要開這個電價的費率審議會 寶長今天會不會繼續動漲 這個是這樣啦 可以看到說我們這禮拜 有價錢就降三塊多嘛 這就是國際的燃料價格在下跌嘛 下跌之後 三星對以後我們台電的燃料的成本 是 確實是下滑嘛 下滑之後說 三星台電的費用也降低嘛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應該有空間啦 但是啊 經濟不對電價有三個關節啦 第一 我對我 我要說的是 我們現在在做努力的做紓困啦 電價也是其中一部分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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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電價 好不好 盡量維持大家期待 不去黨議 不去黨議 不去黨議後可以穩定物價 啊穩定物價後 就減輕 我們人民的經濟負擔 所以保長這樣應該是動漲啦 原則上應該是 沒有啦 這尊重 我們會理委員會 人家說我 沒有 你的看法 你的看法應該跟我一樣 至少政策時間點不適合 這社會期待 這些所謂會理委員會 都會聽到 我想大家都有這樣的那個 這個時間點 不是一個適合漲的時間點 這大家也關心很久了 再來我要請教一下 保長 現在有幾個內需 我們剛才說到要繼續做紓困 尤其特別疫情 現在全世界都在擴散 這個看來可能更 比原先預定的時間還更長 那 現在很多提出來 包括資金上面希望不要抽贏 跟包括減免稅收這個部分 保長這個部分你贊同嗎 這些事實 這是我拜日 我跟行政院共政委 大家共同把這些內需型產業 這些商業 這些工協會 這些理事長 畢事長 找來 他們共同的期待 所以保長這也去溝通 朝這個方向 因為現在 他們說不紓困的話 恐怕 短期內就造成很多的官官 甚至於失業的問題 這裡我跟委員報告 我舉一個餐人就好了 餐人數字 過去平台說要跟他們抽三贏 抽三贏 之後 我們 一個雅琪 零下夜市 他們整個去淡 淡之後 三贏 放兩贏 所以 這樣就有談判 所以這個拜託部長 現在要先協助這些業者 度過這些難關 觀光業者 當然交通部你主責在處理 但是像 旅書業者那裡也在處理 但是像 一些 餐飲業者這部分 可能部長這邊要多大力 要協助他們處理 甚至有些 他們一些 不管是 做金問題什麼 協助他們度過這個難關 如果倒了以後 接下來後面還有很多失業的問題 這個可以說真的 政府要來挺我們這些 企業 讓企業來挺完工 大家來度過難關 這是 這個部長 你有沒有整體的規劃方案 怎麼處理這些問題 這個我是這樣 以行業 必要來擔 所以我現在一個行業 一個 我會補三點 要聽 我們金屬基電力 所以說 分六個 分六個 分幾個來擔 我跟你說 第一 我們以商業來說 第一 電子資訊開了 第二 民生化工 開了 第三 就是內市政府的開了 今天 最後一項 就是金屬基電力 你開了之後 你會有什麼樣的結論 對這四個 就是要來做工作的開始 你完成之後 做一個報告 讓經濟委員會一下 好嗎 好啊 外國的時間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內 把一份這四個 你們的具體的做法 送一份給經濟委員會 好 我們知道說 政府要怎麼來協助 業者渡過難關 好 先來我問一下 部長也有說到 我們現在外送的平台 這也是一個協助的方案 是 有說 現在就最大兩間 那 有些到一方面是 現在我跟你說 現在就是兩間的價錢 都很高 所以 我跟委員報告 像零下葉宿家 他們自治會 他們直接 整體去談判 三聲 變兩聲 兩聲 部長有說 我跟我說 你現在 人家在談判 我說是上架 而且身材 我們自己 要令籌組 新平台也不一定 上架費 跟籌組的部分 部長也有去找他們談 談了嗎 人家說 說不定 我們有一個 基本法 商業室有沒有去談 還是部長在這裡 有人去談 商業室就是 做我的目標 有沒有去談 有沒有去談 他們有去談 談的結果怎麼樣 現在有初步的結果嗎 兩個龍頭業者 他們現在的做法是怎麼樣 我跟妳說 有時候跟這裡的談 談到 都緊緊看一看 對 阿 阿 業界 業界有業界的談 政府有政府的角度 一介入的方式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到最後 共同目標 就是要合理 這樣而已 部長這個一樣好不好 一個禮拜的時間 也給我們一份好不好 你們這個結果 你們最後的建議方案 談不成又處理的方案 我們副市長在這裡有聽到 一個禮拜的時間 也給議員會一份報告好不好 是 讓我們聽到你們 再來我請教 部長 是 振興抵用卷 原先是要算在 疫情結束之後 開始來振興 現在看來 這個振興的時間點 有可能會再往後 因為疫情現在看來 比原先想像中 又再稍微擴散一些 有沒有考慮提前 有沒有考慮提早 來做一些 這就是這樣 就定義說 這個時期的問題要很謹慎 就是定義說 不然比較和緩 現在大家出來之後 可能會把疫情防疫的事情複雜 這個我們會隨時來注意 部長有分不同的層次來處理 一種是全部讓大家自己消費 坦白講 等到疫情結束之後 也不一定要人家自然就會出來 因為這個幾個月的時間 有些大家也等了 但是現在有一些是需要短期內處理 比如說有些的振興 比如說像 我會送的這個東西 有些商家 我會送的這個政客開始有 我意思說你有些振興的 有啊 這裡我跟委員報告 像現在我們商業書家餐飲這個 有沒有 這個一間補助萬五 補助一萬一千間 所以一月六千五百萬 讓我們這些餐飲業有感 這個現在可以做 不過我建議 分譯一下不同的那個 不要都等到全部我們等到 是是是 你說的 有的是沒辦法當那個時候 沒有啦 有些的 我們當然不希望大家群聚的效果 但是有很多事情 商業行為不一定要出門 不一定要群聚就能夠 一樣能夠帶動商業上的發展 感謝委員你能提醒 這做一個事件 好 另外 會展產業這隊也是要拜託 沒時間了 這幾年的會展的狀況 其實還是一樣的問題 北縱南青的這個問題 高雄的這幾年還是維持在大型的這個會展的部分 四十幾場 台北已經增加到了201場了 高雄還維持在43場左右 我希望部長加強 有啦 你南部這裡 就是這些遊艇 螺絲 樓帽 今天都停掉了 有啦 我希望部長大力勒來推動 讓更多的會展的產業在高雄能夠扎根 這請部長訂完 好 謝謝 感恩 謝謝賴瑞倫委員 謝謝賴瑞倫委員 好 接下來我們請楊瓊英委員發言 主席本席想邀請部長 來請請部長 部長你好辛苦了 不會啦 症心底用券 是 目前規範如何 現在來講 在這個 施用來講 大概適用對象 現在整個就是 我們現在 餐飲 商圈 商圈 商圈來就是雅琪仔 雅琪仔包括傳統市場 觀光工廠 來義文 這四大範疇領域 金額多少 現在 雅琪仔 是二十二 他還有三 一個人多少 這大家關 是 這個四種範疇領域 一個領域 都二百四個八百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現在 已經底定的 預計要做的 就是 這個 底用券的部分 就是一個額度是八百 那八百分為四個類 你去去去去大 分為四個類 四個類 一個人八百 最高 然後呢 是分四個大類 四大範疇領域 夜市 包括菜市場的 藝文類 藝文 這第二行 商圈 來商圈 再來就是 這個 餐飲 餐飲 就這四大類 對 美國 一個人發放 是三萬塊 對 新加坡 是三萬塊 他們比較好一點 一萬塊左右 對 美國比較好一點 我們要參考 我們要參考 那新加坡 是大概一萬塊左右 是 我們呢 八百塊 而且分為四大類 是 四大類 我請問 我拿夜市用的底用券 我可以去看藝文的底用券嗎 可以融通嗎 可以跨界融通嗎 可不可以 請問 可不可以 他現在來說 我們第一個突破 就是 不分區 不分區 這上次我們在總質詢談過 對 請問 這四大類 是你們行政院 討論出來的方向 對 可不可以跨界 我拿 我拿夜市的底用券 我來看藝文 可以嗎 只要他目前來說 我們先四大範疇先來用 可以嗎 請教 沒有考慮 四大範疇 所以是不能跨界去使用 不怕 所以我們要實質討論 政策性的問題 是 如果說 我們不能跨界 而且一個人只有兩百塊 那這樣子 我要請教部長 你認為 使用率如何 這台詞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跨界就牽涉到 像這個所謂的三千二十八萬 那那個十四萬 這都有一個方法 所以當一個政策出來的時候 我們要嚴肅去討論 是 嚴肅去討論 我們的預估值到底是如何 因為一個類別 一個體用券 只有兩百塊 是 那這樣子限制那麼多 我們的使用率成效 請問部長 請問我跟委員報告 這不是說要做判決 這叫做 遊戲規則 對 那時候大家討論 所以 本人 本席要請教 你們預估的成效如何 請 預估來說 你說像我們現在 這個 所謂的 請問 預估的成效如何 請問我跟委員報告 請問我跟委員報告 你認為 投資商圈 抵用券兩百塊 可以達到三倍的一個成效出來 嚇我跟委員報告 譬如說我去 三倍的成效 對 三倍啊 你像我去菜市場 我去我拿200塊的抵用券 我去不會說 花剛好 都花了幾千塊 六或六百塊 所以本席在請問你就是說 會因為這個誘因 而去達到這個成效 對 那就是擴大消費嘛 再提出你們的預估 您剛才說是希望能夠達到三倍 三倍 所以工商界 希望快一點 說要做 對 很緊張啊 你認為呢 請問我這樣 第一例就是 定義說 這個事情大家都有訴求 但是那個時機 如果要接行 要推動的時機 要考慮就是說 疫情也要更穩定 所以本席請教 這是工商界的聲音 是 我有聽到 那麼住宿 有沒有可能 依照以往曾經 使用過的 也就是 住宿使用券 就是 擱一班抵銷一千塊 可不可能 因為所有的旅館都說 要做 好來 我會說 委員 可不可能這麼做 這是因為 住宿這個東西是交通部 對 這觀光機 在整個經濟體系你們要看啊 這裡 我會說 以我現在 這裡我社交的 我的範圍 可不可能 這個我來歡迎交通部 因為目前沒有 所以你是經濟的龍頭 我們希望 你要提出 他們 住宿 住宿業者 他們希望 如此做 我們希望把錢花在刀口上 現在這裡 這個交通部 他是因為 在 秋冬季節 這個時候 算 觀光的下午 夏天 所以本席提出嘛 以往曾經都這麼做 那 要趕快 去爭取 好 接下來本席要提問 中國是全台最大的 這個汙染 星達 它是最老舊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 中國大規模停機降載後的發電量 仍舊是 星達的3.5倍 那麼中國是因為 廢水污水的問題 而導致 部分的停機 目前狀況是如此 因為這樣的背景 還是 星達的3.5倍 在我們的資料裡頭 圖卡裡頭 中國發電量 以及 立狀物 中國竟然是星達的10.5倍 氮氧化物是4.3倍 如果依照星達跟中國的規模 2.6倍 應該就要停 所以本席提出這樣子嚴重的污染源 要請教 現在台電都說 我們會減啊 會減煤 其實部長不要被蒙騙 全國的燃煤量是增加的 是增 全國 全國的燃煤量是增加的 所以接下來本席要請教 也就是 但是 我們目前1到4部機 到底 改善到哪裡 我跟你說 1到4部機已經改善了 已經改善完畢了 這個更恐怖 部長 改善完畢仍舊是 新達的 對 開200多個 中部地區 很可憐啊 改善一到4部機 你花了200多月 完 我們的結果 密壯物是新達的10.5倍 氧化物是4.3倍 接下來本席要請問 5到10部機 預訂要怎麼做 來我請我們總經理來 5到10部機 預訂要怎麼做 我們5到10部機 一樣要做空空的房子改善啊 一樣跟1到4部機一樣 我們會做得更好 會做得更好 所以部長 前行政院長賴清德曾經說過 當時在深澳電廠要蓋的時候 也因為政治選舉說不蓋了 現在不蓋 但是 之前賴清德前院長說過 如果污染設備不夠 就再加一套 我要為中部地區的人來請命 部長您聽清楚 目前為止 我們全國的燃煤量是增加 並不是減少 我們要求中部地區 你不用再花那麼多錢 你就是廚藝嘛 為什麼還要說一個備用 讓中部地區的人 每一天再恐慌 你不要花那麼多錢 我幫委員報告 舊的本來就是要太舊換新 本來就是要太舊換新 為什麼不足以 只用備用來欺騙 蒙騙中部地區的人 請我幫委員報告 第一個 我為什麼要求台電 要自主減煤 所以說在這個 非空汙氣節 我們最多 應轉九步機 但是讓空汙氣節七台 謝謝部長 剛剛本席已經 理性跟你討論 是 我知道 我們的結果到目前為止 全國的燃煤量 是增加的 不是減少 所以務必 一定要減煤 這個是政府的方向 過去減煤已經減到600多萬噸 最大化的一個要求 部長 我的同理心來看待 我們中部的鄉親 本席知道你是非常努力 我們就政策來討論 我們作為來打拚 好事 打拚好事 是要增減煤 而不是不減煤 我們作為來合作 不是再增加 所以我要再提一個議題 最後一個議題 是 我們的 2025年 必須補充充足的 4728億的缺口 這是經過法定 要怎麼樣除疫 那目前為止 依法必須在 2025年 要提拨充足的 47728億 所以本席要請問 核後端基金 從 2018年 所預估出來到現在你們的網站 還是不動 但是 在2018年 你們統計出來是4728億的需求 你們還是停止你的網站 在你的3353億 為什麼 為什麼不敢改 是不是因為實際上是要6千多億 依法 所以你們不敢改 怎麼可以你們的網站不依法去更動呢 所以說 核能就是要勇敢面對這個廚藝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而且 核能廚藝還未定論那個技術 所以說這都充滿不確定因素 總部長 本席提出 針對議題 我們理性討論 好 針對議題 第一個 為什麼你們停滯在 2008年 不敢動 你們的網站的數字 明明白白告訴民眾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不足的 你要怎麼處理 請書面資料給本席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來 請相關單位把書面資料送給委員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 好 來 我們下一位請陳明文委員發言 好 主席我們請部長 來 請沈部長 謝謝 緯元過早 好 部長 辛苦了 我想這個 3月15號 我們美國的聯準會 緊急又降了數 是 是 他的這個 這個基準利率 一下子降到接近快要0 是 是 沒錯啦 是 你知道這個議會是什麼嗎 因為現在大家看到這些疫情 大家都在對經濟角度 理論的事情是不是要再來考慮 美國這樣子聯繫這樣這個駛馬的基準利率 這代表就是說美國有可能已經看出自己的經濟危機 也了解說美國的經濟在衰退 所以這是急速 對我們來說 我們也是警信 也就是說這一次的疫情已經不是亞洲第七的一個 請我跟委員報告 這回武漢肺炎想起初從生產端就是大陸的供應鏈 要擴及到歐美 歐美這不是生產鏈 這是消費端 歐美消費市場這對台灣整個貿易主義的國家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歐美你上個禮拜我執行你的時候 歐美說我還沒有這麼悲觀 我還是認為說可能我們是短空長度 也就是說中美貿易戰以後 台灣的經濟基本上在這一次的疫情會受到衝擊 但事實上應該最後是不錯的 但是如果說這一次像 美國這樣子的一個疫情到爆發 他的一個經濟這樣子的一個急速在衰退的話 他在做緊急的一個處理情況之下 對我們台灣的經濟會很大很大的影響喔 所以我們要說的是我們台灣出口 我們說到現在美國還是很大的喔 那如果美國的經濟衰退的話 台灣這個相對也會有很大的影響喔 這是屬性 那我今天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好 那我們不能夠太樂觀喔 我們是要很謹慎 那不能夠太樂觀每天都在變喔 我是特別要提醒你說 我們台灣的經濟在這次疫情裡面 我看起來是世界是信息萬變喔 在經濟上是信息萬變 我們現在看起來不只是中國 不只是亞洲地區喔 包括歐洲 美國 大家都已經很大的一個影響 很大的一個衝擊喔 我想這個情況發展下去的話 台灣如果沒有好的應應的措施 或者是策略的話 我們有可能會被打破 我來跟委員報告 面對這個武漢疫情 在中行政團隊 第一個就是要先把這個疫情要控制 後來就是要紓困 讓大家祝福可以渡過難關 再來就是要來做振興 我知道在預算的審查中 當然你這些都講過 防疫紓困振興 但是我現在要問你 現在面臨這種新的衝擊喔 這個形勢在變化囉 美國這種新的形勢 好 你現在還是在防疫紓困振興 還是紓困振興一起做 還是紓困 紓困的力道要加大 這我跟委員報告 你必須要重新在這間頭喔 前一段是防疫 現在是振興 紓困振興是東西來 好 那你的籌碼是什麼 這我跟委員報告 你的籌碼是什麼 譬如說 你的紓困的籌碼是什麼 我給你看到的 我現在給你看到的 是 不過你現在就是我們600億的 靠到防疫的經費 100幾億 除了400幾億 在你的手臨 大概差不多100 130幾億 也就是說 110億又要給中小信保 34億才是紓困 是不是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 你的手中的子彈 就是34億 沒有錯吧 這我跟委員報告 那我再問你 是 如果面臨現在 新的一個局面 這種歧視的話 34億 還要加這100億 我們要給 這個中小信保 這100 加1百3四億 就這一個紓困的經費 你的籌碼 也就是你的阻碼 夠嗎 請我跟委員報告 第一 感謝我們大宴 跟我們支持 這個特別預算 但是 我相信大家都說不夠 不夠 我們會對經濟部 這各局處 以反支持 還不夠 會來給我們大宴 請 我現在跟你說的 這也不是空話的 是啦 是你現在今天 你必須要具體的講法 甚至於做法 也就是說 我們在通過600億的時候 事實上很多的委員 都還認為 100億應該是有夠 看見這個市民 不夠 看見這個市民 是全球性的經濟衰退 是 做一點是我們經濟部 應該要很 很清楚 而且要很快速的 做一個掌握 我只要看 張 交通部 他加300億 300億的一個專案貸款 他為了要 讓他的業館 的這些 這個 這個產業 旅遊業 還有 旅遊觀光航空 很漂亮 尤其這航空 現在自己再加300億下去 是 經濟部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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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你的業館的 這種產業是相當 有 所以說 包含外相 太誇張 現在坦白講 各行各位 現在 需要政府紓困 我相信說 我向委員報告 到目前來說 現在已經出現41萬 有50.3億的所謂佔年貸款的需求 我們現在隨時都在掌握這些困難的問題 拜託銀行來提供我們企業 企業提供官 大家來渡過南館 這個我都懂 我今天我是主政黨 我是站在政府的立場 想要照顧現在我們的台灣人民 我的態度 我現在的立場是跟你一樣 我可以理解 你現在不是要跟我講講口號 我要的是做法 也就是說現在面臨 我今天要跟你指責 面臨西的一個形式 你有沒有準備 今天我告訴你了以後 我希望經濟部能夠經濟的作為 這個政委總統已經開國安會議了 第一 先要啟動擴大內需 再來就是這些投資 肯營事業的投資 台商回台的加快腳步 這要穩定擴大內需的事情 再來就是我們這些商業的問題 要怎麼來促進這些 我跟這些企業主說 企業主他們現在 把這個所謂的消費端加 就是要怎麼去加 因為後面是消費端 這個影響到外銷 老兄 坦白說我們知道 大概我們台灣現在目前面臨的 我們一些這些內需性的產業 可能快要撐不下去了 我想這應該 所以應該都知道 所以我是在這裡要呼籲政治部 必要的時候應該要趕快啟動 一些紓困的作法 當然需要錢 金融 幫你幫忙以外 可以抗給他的成分 譬如說 稅務的減免 水電的減免 尤其現在也要趕快 跟我們關金去討論 譬如說我們現在的抵會件 你說紓困完了以後才振興 所以那20億的抵會件 事件事要在今年年底才開始要啟用 是不是這樣子 時間點是不是這樣 沒有錯吧 這在用這樣 但是像現在 我們在餐飲業 我們就啟動 外送平台 所以這個時候不是等到疫情結束 你在這個時候 你這個外送平台我們也知道 當然現在外送平台 現在這樣的時候 那些夾車 讓那兩間夾車 一次就是20% 20% 30% 待會兒都給他就好了 沒有 我的委員 這個部份 我們現在的部份有在處理嗎 有 我跟你說 我拜託你已經找來談了 我們像說 零下夜市 本來Q3聲 現在 降來2聲 現在降來1聲 1聲 你現在咧 現在咧 現在我們還要跟 商業市長已經有到 這些外送平台談 甚至有人去抽象說 我們自己啟動自己的平台 這樣也不行 我們自己也可以去 對 楊潘洪研究看看 有啊 好不好 我們也可以去建議平台 協助這些餐廳內 我們可以外送啊 有 我是覺得這個事情 才是積極的先做 好事啦 好不好 好 我要跟你說 今天要跟你說 感謝委員 你幫我們拿這個 就是說 大概新的這個形勢 來了 對台灣的這個 這個衝擊會很大很大 對 撞得住 撞得住 我們就吃肉食 撞得住這一波 的經濟 可能會打破 是這個很嚴重的挑戰 這點我是特別拿這個機會 只要跟你說 是 最好 市長在這裡 來 我 一分鐘 我 今天這個水資源基金 我還是要講幾句話 好 我們台灣的這個 主要的一個水庫的 總容量是 29.2億立方公尺 沒有錯吧 那108年底的遺跡率是 將近30% 是不是對嗎 沒有錯 那 那總共佔了 大概是 8.46億立方公尺 你看看我們 這幾年 我們的遺跡清理 大概是 清理到1.7億 立方公尺 那這樣算起來 大概 你看看我 大概我們往年 遺跡 但是對於說我們可以處理的 一年初五百 萬立方公尺 沒有錯 署長 這都是你的 你的數字 如果這樣看 去年 108年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 清理 大概1.8億 大概總共一千萬 立方公尺 那 如果說 我這樣把你算起來 這樣的話 我們如果照你現在這個數字 所有台灣的 這些所有的主要的水庫 如果要清理才會好 要將近要85年 甚至要90年 這麼清理才會好 那如果這個數字這樣起來 是 這個水庫 這個水庫 是沒有效益 我只說 別說說 我自己的 真文水庫 人力潭水庫 還有什麼 有沒有 這個藍潭水庫 我看著我的真文水庫 我的真文水庫 今天的這個水庫報告 才可以多少 29 29% 水庫 就對了 所以就是說 像真文水庫 這腳水庫 不是說 扣水庫 車子 這100年也清不乾 清不乾 清不乾 所以 所以現在 你到底有新報嗎 沒有 現在 我只是在替你擔憂 來 我只是在替你擔憂 就是說 所有 我們大概 我大概 我今天講好 這個主席在 在 在跟我們說 我們 我大概在想一個問題 所有 我們現在 我們如果是要照你 過去的古墓 水庫 是絕對清不乾 我們現在還要做 新的水庫 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有環平環擦 鐵就有辦法了 所以 現在這些水庫 你怎麼去保養 你怎麼去把這些清洗 把這些清洗 把這些清洗 完成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課程 如果照這些 今天這種 像你現在 到現在為止 述所無錯 這樣是真的嗎 第一例 就是清這個要做 上油 沿頭管理 這最重要 沒有 上頭管理 那是一定要 但是重點 保養你要注意聽 是現在已經 水庫 已經落在水庫 清不乾 所以 你這個水庫的功能 是不好去 譬如說今天 我告訴你 今天你做新的水清 你看看 我們的增溫水庫 現在的水水量 才不到30% 你想想看 現在這個 這個增溫水庫的功能性 有多少 低水有多少 水量 已經減少了 所以我是覺得 包括水利排沙的部分 兩年前我們港的 增溫水庫防禦隧道 今年我們就辦法 倒說 目標 160萬 好 來 部長 署長 我是希望 我是希望你們要重視這個部分 這個 這個 這個問題 水庫的問題 不只是增溫水庫 加一做三腳水庫 全國是八腳 十八腳的水庫 每腳你們就要去收盤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好我們接下來請蘇智芬委員發言 待會蘇智慶委員發言結束之後 我們休息五分鐘 請部長還有水利署署長 來請部長跟水利署署長 委員你好 部長 我再簡單的問一下部長 是 請問一下台塑六輕 賣掉火力發電廠 是 那麼未來他的定位還有他的命運 好嗎 部長 他現在是這個六輕 加他的IPP 只有六十萬的基礎 加差不多有三台 一千八百萬千瓦 現在耍下去 他現在時間到了 看他有要轉型燃氣機組嗎 所以也意思就是 部長你到現在還不知道 就是說他有沒有要轉型 其實是這樣 他有一個期限 這裡我會對 這個能源自家整體 我們的整個電源開發企劃 這是國家的整體來講 二十八三十八五十八 未來來說的時候時間到了 2025年的話時間到了 是 有要轉型 還是說我們需不需要 對不對 需不需要他轉型 還是說從此就走入歷史 這個部長這個定位就很重要了 這感謝委員你給我們提醒 好 部長謝謝 部長你可以先休息好不好 辛苦了 好吧我請向那個水利署署長 那署長我今天想跟你討論一下 就是我們在談一下的長水漁龍 再來是在地自宏 當然我們在說的時候 長水漁龍的這個問題來講的話 就是 水要怎麼搶地 跟農業要怎麼怎麼樣的共存 我是因為在我自己的選舉庫看到 很多水 很多水都發生掉 有漏水可以的水發生掉 有說的時候 因為水資源的分配 我們分配 水裡灰 但是我們的殘 就沒有用到這個水 那不然水的時候 到最後就是流去海裡面 所以 在本市裡面 我自己的選舉庫來講的時候 我看到 大部分的殘 都已經抽底下水 所以如果大部分的殘 都會抽底下水 未來水裡活生就會有公共機關 那麼水利署 水利署這邊的話 跟農業水利署 針對水的問題 還有長水漁龍 還有在地自宏 這幾個 都需要什麼 都需要兩個 兩個單位好好的談 所以署長 你覺得說 你們兩個單位 以後 農業水利會 生過公共機關 高峰 農業會農業水利署 裡面的業務的交疊會在哪裡 有沒有業務的交疊 除了提供農業生產的灌溉的水量 佔全國70%的這個水量之外 其實我們在防災的部分 特別是解決 一元水地區水患的部分 都有很多需要跟農田水利會 或是農水處一起合作的 比如說像彰化跟雲林 很多的灌溉菌路 它是灌牌兼用的 所以這些灌牌兼用的 這些的菌路 如何讓這些菌路 包括搭配B菌 來達到所有我們的防洪的功能 這個是我們可以合作的方向 好 署長這樣子 農地這個暫時 繼續這個洪水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是不是跟農田水利處提早 提早是不是跟它會鬆解 有些地方來講的話 比如說我們的白水膏 還有我們的團民 是不是討論一下 好 好 檢討一下 還有市長 台灣的水 台灣水的時候 這幾天有落後 但是南部的時候 今年那個空海進行的時候 你覺得可不可能會碰到 我們有提前因應 但是未來我們有設定不同的情境 我們逐步加大力道來因應水情的變化 所以目前為止 各標的雖然水情供應是穩定的 但是我們也不可掉以輕心 這是我們的態度 好 我們來探討一下水的問題 我以106年來看的話 降雨量就是936億立方公尺 靠調增發量來講的話 那麼還有731億立方公尺 那每一年的時候 中庸水的時候只有166億 所以還有565億立方公尺的水 要走到哪裡去 所以台灣的水不是不夠 台灣的水是關於不夠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說 怎麼樣去各個地區的水源的聯合調度 還有包括我們怎麼樣去建立 地下水的戰備的這個景網 尤其是府民館 我是覺得特別重要 所以我就就這個問題來講的話 就是跟署長 大家交換一下 我們現在在走水溪下游 走水溪下游這個水源開發這個規劃的檢討 其實我們過去都有 我意思就是說其實我們政府的部門裡頭 在幕僚的作業上來說 我們都已經做得到 但是也許時空的背景不太一樣 早年的規劃我們現在沒有做 好 那也必須要調整 所以比如說過去我們有地表水的概念 現在呢我們已經轉到浮流水了 轉到浮流水的概念 我大概在兩個禮拜前的話 我有孩子來淨水中 我有去那邊考察 我有看到他們浮流水 那個計畫 雖然計畫很小 不過畢竟的話就是踏出了 在雲林縣的話踏出了一步 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市長交換意見 除了雲林縣淨水廠完 以外這個價位 沾對漏水桂 漏水桂的水 在雲林縣淨水廠那裡炸掉 再來漏去那裡水的時候 量也很少 但是量四年就少 我們還必須怎麼樣去善用它 那麼好 雲林縣淨水廠 它還有一個小小的浮流水的計畫 那麼在佐水溪的中下游那邊 可以在大樓那裡過來說 目前 目前署長我們水利署這邊 有沒有什麼想法沒有 佐水溪從二水 包括在雲林縣這個地方 出到山谷之後 它就變成下游的河段 所以在張雲大橋 包括在我們中沙大橋之間 就是你現在這個途中所示的 南邊的那個部分叫 林縣四號五號提訪 包括新護衛提訪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河草水庫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思考的 其實在更早之前 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九十二年有這個計畫 民國七十八年左右 所以九十二年 當初我們的計畫來講 現在麥寮人工府 跟佐水溪的河口醫院這邊 這個地面水的這個計畫 基本上已經取消了吧 麥寮的部分 因為它涉及到說 海岸的沖刷的問題 還有環品當時的審查 認為這 這個部分 其實還有很多環品的考量 但是剛剛委員所說的 對 因為麥寮 麥寮的佐水溪的出海口那邊 基本上是雨沙是慢慢再高 但我又跟四合局的李局長有討論過 但基本上來說是覺得 還不影響到水流 所以麥寮人工府跟佐水溪的河口醫院 如果因為當年來講 我們的計畫是地面水 這已經不考慮 那我們現在來討論浮流水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我們水利署可能要及早意念 就是我們在塞裡大橋那裡 在中沙大橋那裡 署長考慮一下 西螺浮流水是不是也要收起來用 所以這個計畫來講 目前有沒有在你的桌上 好不好 還是在你的抽屜內 沒有在抽屜 跟委員講 兩年前我們就提出了 開園截流調度備園 其中浮流水的計畫 就是列在我們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裡面 這裡面完成的賣掉 那麼這個會做嗎 中沙大橋上游這個 你剛剛講的那個三萬噸 那現在已經在施工了 沒有那是里內浸水廠 我現在談的 里內浸水廠那個沒有那麼多 這個可以考慮 所以我現在講的話 就是里內浸水廠的話 已經有個小的計畫 這幫浮流水水裡比里內浸水廠 對不對 我現在講的就是中沙大橋 中沙大橋這裡 如果做就對了 應該是 我覺得是應該會有 大概可以應付我們西螺 西螺的鍋菜市場 如果浮流水接入了就對了 那個西螺的蔬菜區 我是覺得那個基本上 是應該有幫忙 對 所以我是這樣 對 這樣子 給那個市長給你建議 加上那邊的浮流水 我們可以再撿一萬檔起來 撿一萬檔起來 來講一下 就考慮 因為這個也非常的專業 我只是看到過去你們的計畫裡頭 有些地表水 現在已經不適合 如果不適合再做 那麼浮流水的話 有沒有必要 在中沙大橋上游那邊的話 再增設 增設一個浮流水的計畫 這樣 所以我們 我們在檢討 左衛西南岸的部分 是半河取水 多一點 去取浮流水 因為它設的太密集 也會影響到 旁邊農民 利用地下水井 取水的問題 那這個我們是可以來做研究 好 那個 部長跟那個什麼 那個油區長 部長油區長 我看你們今年度的預算 今年度的這個 作業基金的預算裡頭 109年度 你的小水利的話 你的 你108年度的話 你是零 然後108年度的決算的話 你是有381 應該是萬 381萬 對 那你109年度 109年度的話 你還是邊零 因為這個小水利來講 不可能是只有邊一年 所以我覺得你109年度 這個預算你為什麼會邊零 我就覺得奇怪 還有的第二個問題 那你會後再跟我答覆就好了 好不好 還有包括的雲林縣的話 綠能的屋頂 預期的目標 現在如果換了執政黨 在執政 在地方執政的話 那麼你們的目標 跟其成的規劃 地方政府如果不配合 那你怎麼辦呢 我看這邊來講的話 108年度的話 是雲林縣的話 是掛零掛零 雖然的話 他已經達到了這個提報的目標 但是未來來講 107年度達到 那麼100年度換了黨執政 來講的話 這個就不再繼續進行了嗎 就是綠能的屋頂 好不好 部長跟郵局長 你們稍微注意一下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蘇智芬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孔文吉委員發言 沒有 那個翁崇峻委員講完 好 謝謝主席 各位請一下我們經濟部的審部長 還有水利署的署長 賴署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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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好 部長你好 你看一下這個圖片 好 這個是烏射水庫 盼不到春雨 這個是我老家南多縣仁愛鄉 霧射水庫 這個過去呢 在我們家鄉是叫做壁湖了 那最近報紙登了 這個可以說是我們台灣最大的藍沙壩 那目前呢 目前的溪水量只有3% 好 只有3% 那他說前幾天有下雨回升到5% 溪水量只有189萬立方公尺 你有看到這張圖片啊 因為我們這個壁湖我們到霧社的話呢 都會看得到 沒有 過去叫壁湖非常的漂亮 但是現在呢 你看這個 這個從幾次的風災下來 走水溪的上游 經過摩拉克 經過辛勒克 颱風 這個土石流這樣沖泄下來 變成是最大藍沙壩 那我跟部長說明一下 過去啊 我在經濟委員會 十年前 當時我們經濟委員會 也有來這邊來會看 也有來這裡會看 但是看了之後呢 一籌莫展 這個可以啊 可以說是我們仁愛鄉 本來是最漂亮的一個風景 很漂亮的 壁湖 但是到現在呢 可以說都是泥沙 那我們經濟部 台電 這個幾年下來 本習在這裡 多次的質詢啊 始終拿不出一套 怎麼樣治理高山水庫的這樣一個方式 好 所以我要請部長就是說 我過去也有質詢過部長 高山水庫的蘇峻排鴻 非常非常的重要 今天我看到 我們水資源作業基金 109年度不再編列 加南農田水利會 新屋山嶺 引水隧道工程 那為什麼 新屋山嶺引水隧道可以 為什麼 屋捨水庫 壁湖 萬大水壩 沒有辦法 幫我們這個高山水庫 做一個引水的排水隧道嗎 有沒有辦法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水庫呢 是由我們台電公司在負責 那台電呢 已經有編了預算 好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我們這個屋捨水庫 有沒有 政府有沒有辦法整治 為什麼對南部的水庫 可以做這個排水隧道 引水隧道 可是對高山水庫呢 不聞不問 可不可以請部長來說明一下 這個政策的背景是怎麼樣 難道是因為真文水庫 屋山頭水庫 那邊比較重要 反而高山水庫不重要嗎 應該都同等重要啦 不會 已經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不會啦 這部分剛剛我有答覆委員嘛 這個部分台電呢 已經有列入 好 你可不可以現在來說明 我們的高山水庫 我們這個要怎麼做 屋捨水庫 包委員 這個屋捨水庫主要就是 921大地震跟這個 這個莫拉克颱風 這個影響 所以它 剛才我講了 這幾年 那邊佐水溪齁 那現在我們 我們跟這個水利署 還有相關單位 都在研究 如何利用我們的排水隧道 來當 當作我們的清淤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書圈的一個管道 現在還正在研究 我這個部分老是 有一點困難度 所以 我們還在 援你 好了 現在編多少錢 現在編多少錢 編這個怎麼 怎麼從這個水資鹽作業基金 我剛才我剛才特別念了 你們那個 嘉南委託嘉南農田水利會 對新烏山林的 飲水隧道工程 我們這個地方 可不可以做這個工程 飲水隧道 可不可以 我們不能放著這個 最大的藍沙壩 這個壁湖放在那裡 不管耶 十多年前 經濟委員會 也特別去這個考察 到現在為止呢 還是這樣子 表示了我們政府 是很明顯的 鋪施我們高山水庫 我們短期的是有在做 就是說清淤的這個動作 我們是在做 比較長期的 用飲水隧道排沙 這個部分我請總經理早 先跟委員報告一下 委員的期待是什麼 我們在執行上什麼困難 然後大家來看看 有沒有一個往前走的方向 我會建議我們經濟委員會 再排一次到高山水庫 到這個烏山水庫去看一下 十多年前我們去看了 沒什麼結果 沒什麼下文 也沒錢 也沒有錢 當時是我們經濟委員會 我還記得 那個時候是林昌敏當召集委員的時候 我們有去看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我想請教一下台電 就是我們 藍椅的核廢料 這邊有個核後端的基金嘛 藍椅的核廢料咧 言論會跟台電 你們要做一個核廢料的中期暫時儲存計劃 這個辦理的期程 應該是什麼時候 核廢料的中期暫時儲存計劃 請我們那個請路總來答 我來說明一下 委員我來說明一下 這個有關於這個 中期暫時儲存這個設施 目前正透過行政院永續委員會的這個非核家園委員會 你們的中期暫時儲存計劃是到今年三頁為止 到這個期程是到這個頁 好我們的中期暫時儲存廠在哪裡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五年要完成儲存廠的興建 還有四年要完成蘭椅低階和核廢料的遷移作業 整個完成還要12年到2025年嘛 今年三頁你們應該要找中期儲存廠 我想請教中期儲存廠現在不用公投了 有沒有這個方案啊 中期儲存廠在哪裡 現在這樣子 我們現在正在尋求社會大眾的一個共識之後 這個再來還在延處當中 還要延處 你們跟研輪會的研議是在三頁底以前 要把中期暫時儲存廠的地點到底在哪裡 現在可不可以跟我們說明 可不可以 你們還要在研究 委員這個部分 現在也正在跟研輪會 針對這個相關的法規的制定 還在研您當中 所以部長這個這個我們要談這個喉後端 這個難以這個部分 這個委員還是相當的關心 我請台電找個時間跟委員 再來報告一下看看現在進行的情況怎麼樣 然後要怎麼樣來跟當地溝通 大家來有共識以後來看理出一個方向出來 部長 是 那個我從幾年下來都在談高山水庫 都在談難以核飛掉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很肯定的答案 沒關係找個時間就如同剛剛的問題 我們找個時間去了解一下嘛 我們來看看找出一個方向出來 那個五屆水壩是不錯啦 五屆我去過 這個物色水庫 物色水庫的下方 下游是五屆水壩 對 那個是水利署跟台電 好 你們共同努力的成果 這個我還是要肯定啦 好 我說這個上游 物色水庫的上游 我覺得是這樣啦 好事啦 維尼跟我們指導一下 看怎麼樣來處理比較圓滿 好 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請教一下工業局好不好 其他這個所長先回 工業局 你是負責這個台泥什麼 這個和平台泥那個吧 是 工業局 和平工業區是工業區主管 那現在花蓮縣政府呢 委託台泥要燒那個燃燒廢棄物 是 這個燃燒廢棄物 那我們當地原住民抗議 是 因為他們說那個沒有經過原住民的同意 是 那是台泥這個幫花蓮縣政府來燒這個廢棄物 是是是 大家有一例說 可能有一些什麼化學物料 醫療的這些器材 是 燃燒 是 那如果說違反原住民的這樣一個意願的話 我們工業局有什麼處置的辦法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水泥廠來做這個循環經濟的部分呢 其實有時候 因為它的窯爐是溫度比較高 所以是可以有一些去化的能力啦 那如果有一些規定 譬如說跟原住民這個細節部分 我可能會後再跟花蓮縣政府 還有我們這個 我們環保署大家一起討論說 該要去跟原住民取得這樣的同意的部分呢 怎麼樣去做取得 所以一定要尊重原住民的基本法 是 因為這是花蓮縣秀林鄉 是是是 那花蓮縣政府委託 台泥來燒這個廢棄物 是 那也要經過族人的同意嘛 是 對不對 我們來針對這個部分來看怎麼樣 那你們工業局勢扮演什麼角色 我們可以做相關的 而不是只有環保署啦 是我們可以做相關的協調 然後當地的部分這個需要去建行相關的 譬如說原住民的這個諮詢尊重等等 這個我們可以來當成一個平台 來跟花蓮縣政府還有環保署 來共同延商怎麼樣去 多對地方更多的一個尊重 這個我們來受協助 剛才本席所提的這幾個問題啊 我希望我們這幾個單位 能夠盡量用書面 是 答覆給我 好不好 讓我能夠追蹤 這樣的一個進度 好 謝謝孔委 謝謝張委 謝謝 謝謝 謝謝孔文集委員 我們下一位請翁崇軍委員發言 翁委員發言之後我們休息五分鐘 好 我們請沈部長 來 請沈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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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政府長 很辛苦 沒有啦 應該跟我講起 在經濟的議員會 這份 是 我應該對你受到很輕盈的一位委員 沒有啦 不敢還還會打招 最重要的 我們上次討論的 就是你說 是我們中小企業信保基金 這100億 你給它答應說 專款專用我們不再留用 我們在對照這一段時間 整個經濟情勢的演變 歐洲看起來 有比較嚴重 沒有比較輕 美國也一樣 這兩個這麼大的經濟體 歐盟跟美國這麼大的經濟體 包括我們中國大陸 當然有減法 但是這兩種經濟體 發生這麼大的變化 你如果看美國 即便是它降息4個百分點 結果它的股票的指數 不當3000點 當天還當了3000點 代表我們整個全世界的經濟景氣 都會發生很大很大的危機 當然 發生很大的危機最重要 第一個對台灣來講 最大的衝擊的產業就是中小企業 就是你剛才你講到中小企業是我們台灣經濟發展的磐石 對 所以所有營業也支持你 紓困的部分我們再加強 是嗎 是 你剛剛有講到我們現在提出來紓困的企業已經有43加小企業 你剛才說43加小 審查的當中 我相當相當相當的要求 尤其是中小企業信保基金 這種經費 絕對不能跨部會的流用 一定要專款專用 因為他現在看起來 如果像過去說 九十幾億 結果只有百十億的月 像八十幾億 這樣 看起來 經費是可以流用的 請我向委員報告 經費薩斯那邊是剛好通過之後 這個疫情結束有沒有 所以說 在這個使用的需求上有比較少 有那個情況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 現在看起來台灣也一樣 因為我們有SARS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三部局 防疫 紓困 政興 現在反而對台灣來講 防疫的部分我覺得 好像沒有像 後面的紓困跟政興 那麼重要了 請我向委員報告 這我們提前部署 所以說 會付出的社會新聞會比較低 對 就是比較低 頭情先告好啦 所以我們 我們看起來在全世界來頭 在防疫的部分 是 我們的成效 是比其他國家做的還 有比較好 現在頭痛是 後面回來 這裡的我們的國人 對啊 剛才在說的 面對的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是不是要 封鎖起來 大家都露進出去 現在在檢討 都在檢討 我一直在提到的就是說 紓困的經費 反而不會那麼緊張 尤其是 我們在真心條例 在那個紓困條例 那個特別條例裡面 會談到就是說 解釋特別是沒有三國通過的進行 行政院核准 是可以動之經費的 所以基本上 不管是災害準備金 那些是六百 我們的特別預算 其實 在紓困上面 是不會有任何的 不會影響單哥 我們任何防疫工作的 是 大家我們現在 這感謝委員 答應 我們啟啟啦 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就是說 社會在擔心嗎 是 到目前為止 其實到目前為止 就是我們 三讀之前 我們也只用了 6.8億左右的預算 請我跟委員報告 可以說 在我們答應 拜五月之後 屬於我們 拜六、禮拜都在開會 甚至 拜六、晚 就是要讓 這些工廠業界說 現在拜 大家可以來用的賣 所以說我們在 禮拜 秘書長也找我們開會 讓大家感受說 政府 我們答應給我們 集齊之後 我們建設利益 第一 就是定義說 讓大家 有需要的 要來受驚 要受驚來處理 所以說 立志大家 張共同 行政區秘書長也開會 所以說我們 可以說 真正 他很快速 要怎麼來 回應 我們工廠業界的訴求 對 現在就是 我倒覺得 尤其我10月也開會 沒有 所以我告訴你 你 你在 連續會和今天 經濟部 我一再來講的就是 強制棄業 是 這紓困 我們怎麼幫助他渡過難關 這個錢絕對 我把委員報告 絕對不能動 幾個大完結 第一個 就是 要讓大家 展現 第二 要照顧錢 第三 壓度比較高 第四 理性比較速 第五 速度比較快 速度比較快 因為速度一定要快 對啦 速度要快 這就是要站在哪裡 站在這些 使用這些工廠業界的角度來看事情 這樣而已 你速度也沒關係 對 全世界人 救不到 救不到 對 這大中間 五次這樣下去 是 我跟他說 我也在擔心說 後面要補錢的人 補不負負負負負負責 所以說 股市風暴又來了 我繽愛 繽愛 我 зм 我們螞 biblical一樣 都叫來發開 所以 我 在這大中間 我一直要求 報告 我的報告 又聽 金屬、機念、業主 的厭階 你的聲音 錯 你是 床了 是床了 沒有啦 我 我 poli 為什麼在這大中間 我牆的要求 跨部會的流用 或者是我們 這一次的這種 預算的排除部分 想到我一直擔心 就是擔心到 我們整個中小企業 尤其是中小企業信保基金 這條 如果將企業可以利用 或者是我們撥款不足 又變成小金庫的話 不像像某個部長 你這大重點在拚 沒啦 感謝委員 你把我們帶錢 和我們批一下 我們會很頂笑 我再一次 謝謝你 但是我也希望你 一定要好好照顧重献 沒有啦 沒問題啦 第二點剛才在說的 大概消費界的部分啦 這裡我跟委員報告 現在中小企業我們把錢 現在在投資台灣的價位裡面 中小企業投資賣到100億了 1千億了 賣到1千億了 好事啦 對 這好事 這真的 因為是什麼 理石補貼1.5 這很補的 這很補的 我去拿到200億 現在索印就有提高到1千億 5倍耶 5倍 理石可以減少 對 這真的很補 因為過去我們中小企業是3倍嘛 政府給它補1.5倍 這很補的啦 再來就是說 消費界大家在討論的 是 現在到底是不是要去消費 要出在外面出頭 見仁見智啦 當然剛才拿去說 用電腦刊 送餐這一個部分 這部分當然是真好嘛 這裡可以做的性責啦 但是我現在說可以做的性責 我倒覺得 你應該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說 你像這種的 也許我們可以直接從 訂餐送餐的部分 我們也提出一部分的補助 我們把消費界的部分擺在第二個階段的時候 沒有出來 但是你六個可以透過這種 數位轉型的當中 對對對 這部分我們也有一定的補助給 消費者或者是 一樣嘛 跟消費界一樣嘛 這樣我修起來 我們分兩個階段去做 沒有得把這個消費界的功能會比較大 現在也不用急著去 採用消費界的用途啦 這裡我跟委員報告 我有試過喔 我外送平台 我覺得很舒適你也可以試看看 我可以喔 來享受一下啦 共襄盛吉啦 好 我幫你接用大家的時間 因為我知道 我還有最後一點喔 是 就前兩天 我有聽到 我們本會的倫財法在結順 是 就是希望你可以用中旅遊來發電 再生能源去做發電的這個工作 你當時的態度 應該是 我希望可以支持啦 其實我是這樣啦 我要考慮就是說 這個東西 料源穩不穩定啦 你要料源不穩定齁 這就定義說 對 可能要輸客人所講 要輸客 這是這樣而已 方向上面你並沒有排斥啦 對 不過今天補充 我要用另外一個角度 來跟你做一個探討啦 其實是 再生能源基金也在裡面 當然我看你的議員變得很簡單啦 大家如果說起來說 一隻喔 我要變百幾億啦 我看這樣 一隻百幾億啦 這就是大方向啦 對啦 要跟你看 你很興趣 我說要再生能源 什麼 電池部隊一百二十八要怎麼算 老實講我們也看 但是我現在 計算的變略我覺得不重要啦 是 我現在在說的是說 我提供的意見給你是 好 你要跟農委會去做結合 好 為什麼要跟農委會 農委會的對地綠色補貼的部分 給台灣投資的部分 假設 如果能種植替代能源 譬如說大島 煩賣 齁 硬質疫苗或者是 其他有些作物 它是可以 油中也是一種嘛 假設 它如果是可以做綠色補貼的部分 我們來推動這種 不一定就要正確給台灣 有些 齁 不足蹤的過程 假設我們 假設我們 是 譬如說 綜藝喔 是可以發展再生能源 可以去 你可以從農地裡面 要轉做的部分去做 種這一些 變成它的來源之一 也幫忙農民去做轉型 做綠色補貼 也幫忙農委會 農委會 那邊本身一公頃的五六萬的補助 這樣結合起來 也許要推動的比較方便 我是說提供一個方向 給你做一個參考 感謝委員 你給我提醒 好 謝謝 好 來我們休息五分鐘 十一點準時開會 等待會兒 我們休息一下 切個券 我不是都要打了 沒什麼 我不是都要買 一張做完的時候 也都不一樣 對 這是 回去好好做 欸 這是在哪裡買的 說是去那個 去那個 你趕快 可是我們還要補充一下 五分鐘而已 去那個男的 看起來很特別 好啦你沒用你沒用 可以站在外面吃 我今天做選擇 我今天做選擇 我目前為止有一次 好像這兩間都是同一個 都是神的同一個 你每次做選擇 你也不來做選擇 但我也是做 然後等ьте找姐姐 就回來了 我有點害怕 那 我們去做選擇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去做選擇 好 每個選擇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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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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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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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需要的是 你有沒有具體措施 沒有 我告訴委員報告 你像現在 我們在這個行政院 財政部就拿出來 有41萬的訴求 有53點 那部長 因為時間到了 簡單講三點就好 你怎麼樣去避免 國內的重要企業大量倒閉 你沒有提出三項最具體措施 我告訴你 第一個就是不能抽贏根 第二 這段時間要殘年 第三要把這些租金和萬港的薪水 這些歷史補貼要讓大家有意願再把下去 第二 就是現在利用這個機會 危機就是轉機 困困的部分的資金 要把歷史補貼 對 基本上講的大方要有贊成 但是經濟部這一次 六百億的預算裡面 只編列了兩百零五億 萬一 我的問題是萬一就會不夠 怎麼要處理 好來 第一來 感謝大胤給我們集齊 這個特別預算 第二 沒到我前面已經有開火了 就是 各單位各其次 以反其極啦 我們自製之後 還不夠了 我們就來跟行政儀 來看還有辦法 對他們 要不然就大胤這裡 看有辦法 再來 大家來努力 這樣做三個步驟 OK 我的要求是 我們現在台灣防疫 超前部署 但是紓困 我也要求經濟部所屬的事業 也要超前部署 接下來我們請陳超明委員發言 主席 首先有請沈部長 來 請沈部長 水歷史的賴司長 自來水公司的胡總經理 今天沒有自來水公司啊 今天只有賴司長 來 委員你好 啊 部長好 你好 欸 秀謙啊 我要感謝部長 不敢 在水歷史及自來水公司 對提升苗栗線的自來水普及率 是 特別在我選區裡面啊 改善了很多 是 讓鄉親有感 好 所以未來要再一些鋪設自來水的普及率啊 我也請部長水歷史多多支持 好 這我來拍拖 他在這裡我也要跟你說一件事 是 我們實在說不說別啦 齁 李一潭水庫 民國八十年取用 嗯 當時承諾 每天要二十萬噸 給通宵跟宴禮的 鄉親來使用 嗯 但是到現在 齁 不能說 不然自己去家通宵宴禮 齁啊現在 李一潭水庫每天 共水六十二萬噸 台中用了五十七萬噸 苗栗只有六萬噸 啊我現在跟你算耶 一天二十萬噸 一年七千三百萬公噸 你二十八年你知道 我們廟的管的水多少嗎 二十五億噸的水 我不知道要怎麼跟你算 現在總是要給我解割一下 啊 這這樣啦 主要 台中的委員 在關心的這個過期是 這個農業灌溉的水 還不是 對 齁 啊現在都拿給土地人用 啊我們全家都瘦苦瘦爛 這樣怎麼說 不啦不啦 我跟你說 這的我是覺得說 農業是我們整個牛室的金本啦 這 我們會跟農委會 這裡大家做回來 我現在跟你說 好 感謝委員你幫我們拿錢 你跟蕭灣有改進煮來水很多 大家也很討厭 所以在這裡 你那個水利市長 賴市長還要煮來水公司 尊了 齁大家非常感謝 這樣我來講一下 你欠我二十萬 二十一 二十點五億噸的水 這樣 你現在我那些山區都要做煮來水 你不要給我平腹 這樣給我煮好了 這樣好不好 只要我看這樣啦 我來拍 你不能說我要跟你要求 你就不敢說我 你要求我會配合 我會配合 我會配合 你扮說 算到那裡真 算到那裡真 我沒算到那裡真 你給我平到那裡 我現在沒跟你算到那裡 對 你唱幾十年了 委員你的手機裡面 我都行動的 我知道都行動 所以我特別給你感謝 我也在打招 但是要說一些東西 做得不夠 你看到十六% 好 我跟你講 委員 找個時間我請我們市長 跟水來水公司去看你 好 你說的齁 對啦 你要聽好齁 上級有指示交代齁 你要幫我辦完整好不好 你頭給我點 不然你再跟趙雲說得了 他點了 他點了 後來 我又第二項要求 這裡面 通宵 是 是 是 所以我在這裡 因為 農委會的農田水利市 齁 要根據水利會 非灌溉區 地區要擴大的服務 嗯 啊你欠我二十點 五億噸的水 這個有人給我成立專案小組 有水利市 跟農委會水利市 給我答應 不然你做些人都沒有水人陰 都拿給土匙人去喝 裡面的出來的水 都沒有只好 維凡啊 我們會配合農委會擴大灌溪這個界階來打 我成立專案 好不好 好 這個 剛好 您開機農委會發動 你水利市 不要每次用苗栗的水 對我們都不仁不義啊 都給土匙人在喝 好 那水利市要請回請 今天你講的點 啊 我很安慰 我要幫你幫忙台電 我這樣算去幫你收你很累 沒有啦 你也動算啦 啊 我動算在 你只看我動算 你不知道我辛苦的 辛酸的理屬 有啦 有啦 我知道啦 你有哪一拔拔 你知道嗎 你幫忙給我這樣 給你 沒有啦 雙民有給你坑上 職事黨的候選人亂攻擊喔 你現在我要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都是你在經濟部管閃 通宵讓你一發電廠 你知道在通宵鎮幾百座的電塔繞在那邊 他說的蜘蛛會造成讓他們不能發展 我心裡很辛苦 你檢伴你們來幫我拜託 說高特雅店要給過 我選你幫你收你很累 所以我今天來這裡 到底是要貼你們做事 還是要貼民眾持生 我本來想我兩邊都講好了 沒有啦 那就取得平衡點啦 思思而為的到底都出來 取得平衡點啦 還是要取得平衡點 電大家也要用 電都沒有平衡點啦 電都要用啦 大家電都要用啦 感謝你啦 你要給你們改革事情 我用心裡 你現在不幫我補充一下 要用啦 再來 你中油公司 所有的持生產器 都在我通宵底下 啊 那有哪個主持王帝啊 啊看你要下來 跟我主持一個公道嗎 他說我都替你們講話 我是你的國家政治的發展 沒有啦 第一啦 感謝委員啦 不用感謝 你收你一遍我怕到 我再告訴你感謝 你每次講感謝 每次我受苦受難 沒有啦 不敢啦 我們作為發表啦 沒有啦 我不給你鼓動 不給你鼓動啦 現在 包括台電中油 你要派一個人 好好跟我研究通宵地區 上面 你們的電塔像 像蜘蛛網一樣 下面你的油管 跟瓷器管的話 也像蜘蛛網一樣 那就給我算一下 啊看你要答應了嗎 沒有啦 該三人的人 常常被你們欺負 沒有啦 不敢啦 欺負不敢啦 感謝你 你幫我們幫忙啦 我們來看要怎麼 來努力來改善啦 那個台電的跟中油 要不要好好處理一下 不然你們現在 他們都有聽到啦 有啦 你們現在很多都要經過那個 雖然不齊眼的地方 但是是關鍵的地方 沒有沒有沒有 這真的你幫忙啦 這我們看在眼裡啦 好 再來 那個工廠廢棄物 還是工業區的廢棄物 三次我提了好幾次 但是到現在 還沒有很妥善的解決 其實是這樣啦 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 那個文化圖都老化了 什麼東西都不說 那一般工廠的廢棄物 堆著滿山滿谷一樣 大家抱怨年年 說最有效率的政府 這就是這樣啦 這我怎麼會跟來 黃博士來協調看這個 所謂的 這些 廢棄物 事業廢棄物處理業 這個看來可以再來開放 讓更多 不正工需失衡啦 所以 所以工需失衡 價格有一點點八秒七啦 現在找到這個 就叫我們來跟你說 要跟經濟部長說 年經濟部長應該跟 環保十一要 要去溝通協調 不然每天說 我們這個立法委員 很無能的 很無悔的 沒有啦 我們做會來打拚啦 喔 我第二三變三的 我們是做會打拚 檢惠啦 我是很打拚 打拚沒落 沒有啦 我們做會啦 做會啦 你都說不 你不痛 我每天點到我會打拚 沒有我同理心 沒有 我同理心喔 好 我希望這幾個問題確實好好解決 好 我是做實事的人 是 我要解決他們困難的思想 好不好 感謝 再來今天討論 絲困專案 我只看說 美國1.2兆 研究說 一千億美元 美國2.1.2兆美元 那裡面 我想說 我們這個六八月 你真的講 這個時間會拖得很長 你要注意兩個問題 是 通收的問題 第二個 現在 部長講消費端的問題 這一條線會拉得很長 是 六八月絕對不夠 因為這樣感情喔 您說我啊 我什麼最辦的 其實銀行也是非常重要 剛剛有幾個立委都談到說 這樣問題 這個要好好解決 這是這樣啦 沒有任何川普 你們說要求求 我賺一些都 都投他 都投他 所以說是這樣嘛 我剛剛在這裡 跟委員報告啦 第一 騎在這裡的所謂 中小企業 他希望就是 要給他 是怎樣 第一 不能抽銀根 第二 就是要借到錢 第三 多借過 就是利息比較多 好 好啦 這是對 需求者 攻擊者 銀行這裡 我們也要退休 他可以安全來奉快 要確保 好 要怎麼取得平衡點 我知道你白頭 你現在說取得平衡點 怎樣 你要知道銀行的個性 一定收散 有啊 所以說 我們現在在注意嘛 我們現在在注意嘛 注意說 我一定要很堅決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掌握 你們說有拿媽媽服務 沒有啦 在這個非常時期啊 這個事情 處理好 危機是轉機 對 所以說我們很重視 這個事情 雖然 你白頭髮增加了很多 沒有啦 但是我看了這一段期間 你確實付出很多 沒有啦 還要打拚啦 你跟我們試試啊 我們來打拚 憲哥會不會再當 經紀部長還是高升 我都隨緣啦 好 你說得太客氣了 跟你說也說不下去 好 謝謝 拜託 感謝 陳超明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 謝伊鳳 謝伊鳳 謝伊鳳委員不在 我們請洪孟凱委員發言 主席謝謝 麻煩請我們部長 來 請省部長 委員你好 部長你好 你好 部長 聽說最近已經開始展開 光華產業下鄉的座談會 大概 今目前是 我請我們這些 來經濟部座談 現在已經開三條了 三條 今天會部還有一條 今天會部 對 剛剛有聽到您也回答我們委員的這個質詢 就是說今天下午也有一場 所以總共四場 那目前這四大產業方向 大家大部分都回應都是怎麼樣 大家在期待就是說 第一 這個時候銀行不能抽銀行 對 第二 就是這個費用的負擔 可以來減金 譬如說 現在政府機關的助金 這個時候可以帶頭來抗 這是不是比較舒適 再來 就是這個水電的費用 是不是政府可以來克羅 再來 就是像內施政府議員說 你政府現在大家不出來消費了 現在說 叫我們 就是要外送 對 現在這外送的平台 台灣Q的 的嚇唆 四聲三聲 像這個 零下 零下業勢跟我們說 人們就用幾個零下業勢的自助費 直接去跟平台業者 跟POWER去談判 是 但是說四聲比三聲 三聲比兩聲 兩聲比一聲 好 這樣這個 好 部長我想你剛剛講了非常多 其實就追根究底啦 部長你也很知道 很來行 很專業的 就是說現在的產業 或是我們現在相關國內企業業者 其實大家也都是叫苦連天 是啦 那紓困方案 確實 只是 現階段 但是一個月後 兩個月後 怎麼樣趕快帶動經濟活水 這也是很重要嘛 所以我想說 除了我們 最近這一段時間自豪的 口罩國家隊啦 酒精國家隊啦 消防衣國家隊啦 防護衣國家隊啦 除了 防疫以外 經濟部是不是更重要的 是要讓我們國家的經濟產業 度過疫情的難關 這是不是才是我們現在的最重要的 這夾改期待給說 看能不能紓困 有哪有國家隊沒有啦 是啊 這樣來 支國家的力量 那這樣子 來讓我們這些企業 來度過難關 是 我們來努力啦 很用耶 這個歐吉桑啦 我來請教一下 我們什麼時候 能夠來組這個 民生消費國家隊 振興經濟國家隊 其實最明顯的 部長 今天 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也講了 就說 外籍旅客 入境台灣 一律要管制 就是居家隔離14天 那 我們也把很多的這個航班 也都已經有做這個 大幅的一個管制 換句話講是說 接下來 不知道什麼時候 多長時間 但是 觀光客一定 幾乎等於零嘛 那我們就是要內需市場 大家 相對來講是比較重要嘛 是 那我們現在就再回來 這個老問題啦 本席也 一而再再三跟您請教 振興抵用券的部分 您現在還是持一樣的態度 在 點火啊 我們常講是說 振興抵用券 它其實就是一個火種的概念 我們用小錢 點火 讓民眾可以出來消費 那現在我們也看到說 確診的案例都是 從國外移入的一個確診 國內 社區感染幾乎現在是沒有 那我們國內的很多業者 商圈 旅館 飯店 民宿等等 也都看到自主的做非常好的一個 檢疫 隔離 或是量體溫 所以 本席現在要再請教 振興抵用券 目前經濟部的規劃都還是一樣 要等整個疫情結束之後 我們才要來考慮發放嗎 還是有沒有可能因應疫情相關調整 來做適當的處置 我覺得是這樣 這個部分 我們都會 激動性 不說這樣 激動性 所以已經有跟之前不一樣了 這不是 你記不記得我在總質群的時候 有請教過 你剛才說的 有彈性 就是說 我們都會隨時掌握疫情的狀況 來看 我們振興抵用券的 推出的時機 阿三一句話 部長 這一點我想這是 我幫全國2300萬人問的 就是說要請教我們經濟部 專業 什麼時候的時機最好 這我們會來尊重 沒有沒有沒有 但是我跟委員說 來部長 你先聽我講一下 抱歉 防疫的專業是疫情指揮中心 我們所有人都跟著時鐘走 順時鐘沒有問題 但是重點 振興經濟是經濟部的專業阿 是你們的本業阿 是你們的本行阿 所以我在想說 民生消費國家隊 振興經濟國家隊 什麼時候我們也要來組成 跟口罩國家隊一樣阿 來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就是說 要這個所謂的振興阿 這也是要有那個時機 實際要合宜阿 你如果說這個時候 疫情沒有合環 好來 阿理長我簡單請教你一個問題啦 就說我還是一樣 你現在還是堅持是疫情趨緩之後 假設像如之前媒體講的半年後 還是有可能在半年之間 只要可以的情況 我們適時就馬上出手 可以來振興經濟 這個部分在時機方面 我們隨時會跟指揮中心來討論 是嘛 所以我在想說 討論有結果 是不是就可以 在這疫情過程中 只要沒有社區感染 國內安全無遺情況下 或者是不同的產業 譬如說比較戶外的地方 因為疫情和... 疫情和... 這個時機 我們要尊重指揮中心啦 阿不然你會吃快都打碗 整個疫情複雜更不好啦 所以我... 這你要給我們支持啦 部長我一直從頭到尾都很支持你 本席非常支持 但是也要請部長 支持台灣的經濟 有啦 所以一樣 阿不然我平台部長 我就是要拚經濟 阿不然我又不支持經濟 所以還是一樣 感謝啦 部長您既然今天已經可以承諾 登答應就說 是疫情的狀況 不要死板板的 一定 講說是要半年後 或是要一年後 因為 很多業者可能撐不到半年 撐不到一年 這個部分 請經濟部 掌握這個Timing 子彈該出手就出手 這樣可以嗎 在Timing上 李鳳鑫 謝謝部長 感謝 謝謝洪孟凱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蔡碧如委員發言 主席好我們有請部長 來請審部長 委員你好 好部長好 我今天想要來跟你討論一下 有關於核能發電後端的營運基金這件事情 是 好我們看第一張スライド 藍雨存放了10萬桶的低放射性的核廢料 那它並不是一些用過的藍料棒 所以沒有立即致死的高輻射性 比較屬於低階的部分 也沒有安全的 也不是說安全無語 那1996年以後呢 核廢料都存放在各核電廠 那關閉藍雨的核電廠 並不影響現有的核電廠運作 好那藍雨呢 只有一層是核研手 那醫療跟一些學術研究的核廢料呢 新增的這類核廢料 存放在桃園的中科院的研究所 那藍雨的達物主的原住民呢 他並沒有使用一點點核電 卻在被欺騙的情況之下 承受台灣本島使用核電所產生的一些核廢料 是嚴重的環境正義跟殖民問題 備受國際關注 部長這以上我念了幾點 資訊上沒有錯誤吧 我沒有要你在上面畫押 你只要回答我 資訊上有沒有錯誤就好了 有 委員說的這應該是一個屬性啦 OK 好 那我想講一下 2019年11月22號 蔡英文總統在台東 有宣告核廢料的蘭雨儲放廠 使用原住民的保留地的損失補償要點 那要從核能的發電後端營運基金裡頭提撥這個回溯的補償金 25.5億 那將由族人跟政府呢 組成一個基金會來管理他 那每三年呢也會撥一個2.2億的土地的配套的補償金 那我想這些在去年一月 當年的一月十二二十九號呢 達烏族人有到行政院來表明他說他一毛錢都不要 那部長是不是選舉完了 達烏族人說不要錢 所以政府就選擇性的遺忘了這個承諾 跟委員報告啦 這個事情我是因為說我們要同理心啦 配我們這些大夫子的這些鄉親來科路啦 這個部分我們還是一樣在運作之中 讓我們來開會 所以你支持訂定蘭雨核廢料的儲存廠的處理劑補償條例嗎 因為我都沒有在所有的官網上面 我都沒有找到這樣的一個條例 其實我是這樣啦 就定義說政府已經有對我講的 這個我們就要承諾要同做 對 好 這個大方向要好條件重要啦 好 這在你今天的業務報告的第五頁齁 我也看到了我今天想要問的一些問題 那第五頁裡頭你有提到一些 低放射性的廢棄物的處理及儲存計畫 那依照法規要要求辦理外運至最終處理場子準備工作 我想問一下部長 這個有沒有詳細的 確確的時刻表 因為看起來每一次的業務報告裡頭 我去調了以前我看你都這麼寫啦 但是都沒有確確的時刻表 這裡我給委員報告啦 屬心齁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啦 屬心這個東西是 那我們可不可以把外運這件事情跟最終處理場 你說要放冷刀 放彎刀 放把握刀 這個都是一個很頭痛的很嚴肅的議題啦 沒錯 所以是不是應該要好好的去研究 要有一個計畫 是 感謝委員你給我們提醒啦 不是不是不是 部長 我 不可以每次的業務報告裡頭 都只有幾個字帶過去喔 不是 我跟你講喔 這個我們現在也是在努力喔 不是說不做事情喔 我們也是一直在溝通 來看看要找出一條路 所以有確切的時刻表出來嗎 我可不可以要到一份這樣的時刻表出來嗎 這個是這樣啦 我們是動作一件事啦 你如果說訂一些那個時辰表 到尾巴阿春公就訂定那些 就根本撞不走也是沒有什麼意義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認為說 第一 要去找出問題的點是在哪裡一家 那面對問題要怎麼來改割 這樣想務實啦 我覺得訂定的旗塵有時候 那根本就找頭一塊那大塊的 沒有啊 你只有寫幾個字就完全不會計畫 沒有啦 不是寫幾個字 如果有計畫時刻表總是 那個行政單位會按照這樣的去努力 我怎麼感覺委員有在關心 我找個時間我請我們 和後團加主管的副總和總經理去幫你拜訪一下 大家來交通 你要有什麼新的想法看法 我們來打拚這樣好不好 OK 好 對啦 好事啦 我們有那個生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頁 現在的核電廠呢 是不是還有空間 按比例來暫時的存放原本產生的一些合費 還有12萬桶的空間 還有12萬桶 大概這裡差不多要還有12萬桶的空間 所以可以按照比例來存放原先的合費嗎 這個部分大概會朝這個方向 OK 好 好 那法規上面有哪些需要處理的包含 變更的一些處理的環品 這個是需要再去跟地方做一些溝通 對 這個最重要就是要溝通 這其實真的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對 其實部長我最後要講的還是這件事情 就是南宇綠島的一些核廢料的外運 是不是可以跟最終的處理廠的準備工作把它偷過來辦理 我們也希望這樣 阿現在又說 要怎麼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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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其實真的是我們是很嚴肅的問題 這其實呢 OK 好 那我不希望下次你們的業務 那個每次的業務報告就這樣幾行字這樣子 其實你寫了一整頁 其實你寫了一整頁 但是都沒有完全的一個完整的一個式可計畫 我知道 我可以理解喔 我請我們副總和總經理找個時間 跟委員拜訪 看委員有什麼比較好的建議 我們來走法會可以更快的賣 好 我想這個是歷史工業 但是如果我們這一代不去處理 過期大家都說一半 大家都說一半 這我覺得說嚴肅的問題 大家來看怎麼可以找出方向 感謝委員你給我們提醒 好 謝謝 謝謝 感恩 謝謝蔡碧如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吳怡丁委員發言 主席謝謝 請部長 請沈部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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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星期一的時候 我們的財政部長有說 受新冠肺炎影響的業者 企業主以及一般民眾 他們可以來申請延緩他們繳稅的時間 或者是分期來分36期來付他所要繳的稅 那我們今天也看到另外一則新聞 英國政府非常大方 他們宣布要撥和台幣大概是12兆 新台幣的資金來救企業 那其中呢他們也列出 他們竟然還要幫企業繳房租 那就提醒了我 經濟部 你底下 是有非常多的園區的 有產業園區 有工業園區 有加工出口區 我高雄小孩 我高雄 都有大寮 臨航 銀部 大廈 紅山 大發 還有加工出口區 還有臨海 對 有啦 我怎麼有在聽 我想要跟部長請教一下 不會啦 我們有沒有辦法 在 這個 其實我怎麼有在注意 大家說政府 社交的這些造金的問題 這最近其實真的都在說去 這個我會來請工業 叫加工區管理處 這兩個單位來思考看 所以部長也同意 這是有必要的 這就定義說 你政府帶頭嘛 有沒有 這樣來思考 讓業界感受 政府也展現誠意 我們來檢討一下 部長你覺得這個東西有多急 其實我想要 正好那個 組長在嘛 我想請問一下 呃 我們一般企業在繳租金 它的流程是怎樣的 就是它是 預繳呢 還是年底在繳呢 它現在的流程是怎麼樣 對 跟委員報告齁 我們租金是以它的這個所在建物 或土地面積來算租金的這個比率 那時間呢 那時間的部分呢 就是照這個期 那因為現在遇到這個可能這些衝擊的時候呢 我們局內已經在規劃 那整體因為有時候還要跟廠商在 在當地做一些 看它要延多長 然後分幾期 那可能有不同的租金 那甚至有維護費 有公共設施的使用費 這代表 都要比較舒適的 我們整體配套 整組放得清楚 我們的各部的報告 那大概就 目前是在規劃中 謝謝委員的提醒 我們來 預計多久會把規劃出來 預計多久 因為它會快就盡量快 但是就 因為我們有六十幾個工業區 那尤其北中南東都有 所以這要去做一些這樣的匯整 然後這樣才能夠真的符合到 對廠商有直接能夠更加的一個協助 那我就問最簡單的 林海工業區 他們是怎麼繳 主金是預繳嗎 還是三個月繳一次 還是一年繳一次 不會預繳 因為這種就是糗金的部分 因為執行面 可能大概 我們工業區有這樣的制度 那四個部分在我們在地的 服務中心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大概就一定可以做一些 環繳或者分期 分期付款 還有一年裡面 有的 剛才說的是公共設施 還是那個 有些是污水處理廠的這些費用 可以分幾期 四期來做 美劑來繳的模式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演你的現在聽起來有環繳 也有分期 是是是 那請問有沒有減免 還有預付的 是不是有退還 減免因為我們 這就是 資金裡面是自償性 那減免的部分可能 因為自償性 那有時候審計 會計的部分 有符合規定 可以盡量 我們就盡量 所以減免 有 這 這個 可能要用其他的協助 所以我們在紓困的特別條例裡頭 有一些 可以做一些貸款的一個協助 那 預付方面 是不是也可以先退還 讓他們之後再講 其實我們最 我們現在最關心的 就是今年 這些企業的現金流 是是是 所以如果說 他已經預付了 他當時候是付的 還很充裕 可是 到了中間的時候 可能到第二季第三季的時候 他發現有點緊 所以我們是不是也考慮一下 如果有預付的情形 也是 我們是不是可以退還 好 謝謝委員的提醒 這個我們這個 可以來研究說 預付的部分 讓人有淘汰 不用說他資金 都要靠在預付裡面 因為他基本上 他搶在我們那裡 所以其實是 十九萬九 預付的 情形的時間 的問題 這個我們可以 到台灣來努力 謝謝 謝謝你 謝謝謝謝我 我想我覺得啦 我們知道 我們台灣的中小企業 是台灣經濟的根 中小企業要發展 要長大 是要花很多時間 可是要倒 是很快的 是 所以現金流 我們都知道 中小企業的現金流 是比較緊的 中小企業是國資盤石 這我們會來照顧 這個時候就是政府挺企業最好的 那可不可以問我們一個時間 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預計什麼時候 可以把這個規劃 讓我們的企業知道 大概我看這樣啦 我今天就加兩個禮拜 好不好 好兩個禮拜 謝謝部長 謝謝 好謝謝 胡怡丁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陳廷菲委員發言 謝謝趙偉 我們請部長 來請沈部長 由於我們中午不休息 所以那個十二點鐘 我們便當 胡怡丁委員 你好 部長好 部長我想我還是把幾項 這個你們在召開內需型 產業關懷座談會的 這幾個重點 我們來討論一下 其實現在我們第一階段 所謂的口罩國家隊 已經非常的成功 那麼呢 包括我們的防護衣的部分等等 其實我們都已經 圓滿的解決了 可是現在 企業其實最有感的 除了我們的 所謂的紓困條例 紓困預算以外 其實他們更有感的是稅 稅 對不對部長 好 稅 是稅的部分 不論是營業稅 低價稅 等等 反正稅的部分 其實在中小企業期 直接影響就是營業稅 營業稅 好 當然我們現在 財政部 它已經有提出方案 就是你可以 來申請嚴角 或是分期 可是 這個部分 只是分期或嚴角 可是在稅 所受到重創的一個狀況之下 除了租金 除了營業稅 那還有水電費 其實這個都是現在 建在懸上 都是面臨中小企業一開門 就要面臨每天的開支 這費用的問題 對費用 它的成本費用 是 所以包括銀行要不要抽銀根 現在我們三聲五令說 銀行不能抽銀根 銀行不能抽銀根 但是為什麼 我們企業在座談的時候 還是提出這個 銀行不要抽銀根 部長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裡我跟委員說 其實因為是 他相對重小企業是弱勢 你要跟他做錢 就不會大聲 但是銀行 他說他要確保 他的風險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要取得平衡點 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要來努力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拿銀行上 銀行 為什麼要來 拿我們這些重小企業上 大家來共渡難關 這就是現在這個議題 要來努力的 部長 是 不要抽銀根 是 行政院三聲五令 是 可是銀行的做法 就像部長所說的 銀行跟中小企業 要怎麼取得一個平衡點 是 可是在這個找尋平衡點的時候 其實武漢肺炎 已經燃燒了一段時間了 是 包括所有的票期 票期啦 都受到影響 尤其你在中國 已經參選那麼大的問題 世界各國經濟都參選問題當中 是 票期 票期的影響有很多一次 因為這樣子跳票 沒錯 我們中央銀行現在 有一個方式 就是 只要主管單位 能夠註記說你是因為武漢肺炎而影響你的票期跳票 那麼就可以把這個所謂的你的註記把它取消掉 是 退票的註記可以取消掉 不要影響到你可能有一些連貸或是貸款的部分 但是 部長問題來了 我們這個是後端 我們這個是後端 在前端 當銀行都還沒主管單位 來跟他們申請說 要延展票期的部分 或是要註銷票期的時候 銀行就先幫你注銷 銀行就先幫你查扣 你知道這個問題嗎 我處理過耶 問題很大耶 結果你知道中小企業 只要你的銀行被查扣 你的資金被查扣 後面來了 所有中下游的所有相關的廠商 就開始緊張了 馬上要去把你拿回來 我們無聊就參選問題了 我會來做一個決定 我會請我們中小企業處 來責乘聯補中心 要去掌握所有的這些中小企業 這段時間 所以遭遇到困困的問題都掌握回來 我們同意來跟財政部跟金管會來協調 這個速度要快啊 是 我今天在這裡做一個決定 要這樣 對啊 因為中小企業真的是弱勢 對 說真的 銀行也很擔心 是 小孩也很怕啊 小孩怕說你把他跳票之後 後面變成是骨牌效應 是 完了他錢查不到 扣不到 是 哇 他就問題大 可是問題是現在是供體時間的問題啊 是 沒錯 後面我們由主管單位去申請 他可以去註銷 但是那件不會負責啊 我知道 我看這樣啦 所以我會來請我們中市處 來要求請我們聯府中心 這個時候 要有一個申訴專線 所有困難都走到這裡 這樣讓經濟部可以跟財政部跟金管會 來跟銀行來取得一個平衡點來搭 部長 速度 我為什麼一直講速度啊 我知道 就是說 那個票期或是每個中小企業所面臨的銀行的問題 真的是層出不窮啦 而且樣態很多啦 我知道 而且他自己要去面對銀行 銀行都一句話 沒有辦法啊 我知道 你就跳票啊 我知道 沒有辦法啊 可以取消 好 取消來了 租金呢 你當時候這個租金 還有定金呢 這些的問題 欸 當然在我們這一次座談會 大家有提到 可是 也是速度啊 還是速度啦 因為 所以 你光當時候 我們在問說 呃 這個 這個南港有一個展覽 到底要不要繼續辦 這是國家辦的 和國家辦的 就 很久的時間 比較決定沒有要辦 所以我在講說 其實 我們應該 針對這個部分 其實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舉辦 你的租金跟定金本來就要歸還啊 不應該再讓所有的業者去承擔這個部分 是不是 這裡我跟委員報告大概對兩個角度啦 就是啊 屬於貿易的這個體系的 這裡的 我會來請我們貿易集這裡 來協調貿易來處理 再來比較頭痛就是民間的 這裡的 展覽館這裡的 這裡也一樣 匯展產業 這裡的就是貿易集的主管機關 它要跳出來 面對 要來協助 來解決 好 所以 部長 您剛剛做兩個決議喔 是 一個是中小企業處喔 對 對不對 一個是我們的貿易局喔 是 對不對 這兩個 所以 我也要立即喔 我們希望的是時間啦 因為我們現在是真的跟時間賽跑 既然我們被肯定 我們在這一次武漢肺炎所有的抗疫過程 我們是成功的 那麼我們就要展現在整個協助產業 對 他的後續發展 我們也要展現出國家隊的一個氣勢跟氣度 有 這就是 因為防疫 防疫之後來 刷入紓困跟振興 這個 可以說 如果是一樣 要提早部署 沒錯 沒錯 部長 在紓困跟振興這當中 我剛剛講這兩個問題 都是在 紓困跟振興當中 不要再造成他們的二次傷害 我知道 這是 當中這個gap 要怎麼把它跳過去 當它跳不過去 你再怎麼振興都沒有用啊 我知道 好 所以部長這兩個部分麻煩 這還沒煮一個 落下去死亡之故 沒錯 沒錯 再怎麼振興都沒有用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陳廷菲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黃世傑委員發言 好 主席 各位同仁 我們有請我們經濟部 省部長 還有我們水利署的賴署長 來 請部長跟署長 來 請部長跟署長 是 但是有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 水的問題 是 那我們偷一片 這個是我們今天所查到的 這個 石門跟寶山水庫 現在的這個水量 那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這幾個水庫 對於我們桃園地區 還有我們的竹科 這個工業也好 農業還有民生用水 都非常的重要 那現在這個狀況 我想請請教一下 對於我們這兩個月 近兩個月的水情 我們的 尤其是在防疫的期間 我們有什麼陰影的策略嗎 這裡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在這個水情方面 我們在去年的下半年 我們就啟動了 因為 最主要就是要提早布施 那提早布施呢 來做這些所謂水的管理 尤其在農業灌溉的部分 它量比較多 所以如果管理好水 那個節水效果就出來 所以說在這個情形之下 像現在你在關心的 正門水庫的事情 這裡可以說 我們最近 就是提早布施 然後 以目前大家在關心的 到五月底 我們最少要還有 一個月安全存量 是嗎 但是我看最近 我們下一張投影片 下一張 下一張 那 我可以看到 跟去年的同期 當然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也是 不然剛剛講的死亡之骨 這個斗 在每年大概到這個期間 大概都是很危機的時候 但是今年是已經又延遲了 今年 去年跟前年其實都 在這個之前都 駕馭料都已經拉上來了 那我現在的疑問是說 我們現在 我看那個新聞的報導 也是講說 其實呢 用水只能撐到四月底 撐到三月底 不是四月底 沒有啦 那這個分區供水的可能性大嗎 這個部分來說 像我剛才剛才說的 我們現在的控制到五月底 還有一個月安全存量 所以 過去那個資訊是不實的 報紙的資訊是不實的 對 所以我們到五月底之前 都不用帶信水的問題 這個部分我們會控制好 好 而且 我們市長說的 兩禮拜都開一片水情會議 隨時update 隨時做因應 那現在 這個農民的用水的部分 請問現在已經有打折供水 這我跟妳說 跟委員報告 我們一起到座到三月底 這八百萬棟 這我們都有處理 有可路 所以供水都有餘嗎 不會啦 我們大家做的打拼 好 那第二個問題 就是我想要請教 就是關於今天我們在審的這個 水資源的作業基金 對 水資源作業基金目前 這個營業項目來看 好像主要收入是 這個賣水 賣電跟砂石 是它主要的收入來源 那 但是有一件事情 地方上其實很在意 就是說 過去這個農業用水 這個水庫蓋好之後 是農業用水 是它主要的項目 那水泉已經都打折了 從過去的九成 的規劃 到現在是大概五成左右 但是每年 因為每年 尤其是一期到做 我們修根政策改變之後 基本上用水量都非常的大 所以每年都有很嚴重的這個修根 以及這個打折供水的問題 所以常態性的 我們的這個 農業用水的部分 幾乎都是打折在供水 因為我們套淵四分水庫 這個問題滿嚴重的 又有兩個水利會 都要用這個十分水庫的水 那灌區也是跨三四個縣市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底下 其實認為說 這個水權從 這個農業用水 移撥到其他的部門去用水 但是對於 這個打折供水的部分 一直都沒有補償 是不是有可能在 水資源作業基金這邊 去修改他的辦法 讓農民也可以在 他的用水的權益受損的情況底下 得到一些像災害的部分 或是設施的維護部分 能夠有一些補償 第一例就是這個農業灌溉這些事情 有沒有 以政府的角度來說 我們會來做好農業灌溉的管理 管理這裡 譬如說 因為水用太大 你如果管理好 效果會出來 所以我們會來 譬如說 配合農田水利會 這裡掌水公告 我們會來配合 這樣來達到效果 這樣 不是 這個用水打折的部分 不是用這個管理方式可以處理 因為這個東西是這樣 這個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打折 但是我們不會去影響到農業 整個生產過程中 不會去影響 有啦 因為每年都在開水晶會議的時候 都要吵架 都要去討論說 哪一天 或是什麼時候 要來供這個水 沒有啦 我跟你說沒有吵架 沒有啦 大家是溝通啦 對啊 我說這我的用 我也是人 我們家也是 我這裡人農田水利會 對啦 但是問題是 這個付付付付來 請你會待 這個如果要怎麼補 這個真的會就回去了 因為這整個事情 整個國家的水 要做最佳化的調配 這個 我感覺這是一個 國家主委 對沒有錯 我感覺有的 你在說的這好事情 我們來注意 好 谢谢 感恩 好 谢谢红世杰委员 来 下一位我们请吴玉请委员发言 主席 谢谢 我想沈部长很辛苦 让他休息一下 我现在要请的是 我们核能发电后端营运基金的 执行秘书 简副总 来 我们请核后端基金 简副总 是 委员你好 简副总 我只想跟您请教 因为最近我知道我们蔡总统在去年 已经对于我们核废料 这个兰鱼储存厂使用原住民保留地 补偿这个损失的补偿 行政宣告的要点 那也补偿了25.5亿 那这部分是整个 总统对于兰宇 整个对于核废料的一个真相调查之后的一个补偿 那这笔钱是从 是由 核后端基金 核后端基金 对来自应的 对 那下一页 我现在看到这个目前要成立一个基金会来做这个 这个笔补偿金的一个运用 那看到这个条例里面有几个问题要跟您请教 就是在这个25.5亿里面 那成立基金金额是20亿 那这个5.5亿到哪里去了 你要做什么用途 怎么使用 是跟条文的第18条的用途吗 因为这边写的不清楚 根文报告 原来的确是 基金的支席 我们支付是25.5亿 但他们这个 这个兰宇的这些当地的人 他们可能想说把这个5.5亿 正在草宁 想把5.5亿针对老人的部分 怎么样去做 补助 捐助这个部分 他是准备这样 但是这个没有正案 定案 这个完全没有定案 因为我看到你的是在18条的地方 有特别提到 一个基金以外的捐助金 有相关的三分之二的 这个董事出席 然后二分之一的同意 还要报主管机关你们同意 然后还报行政宴 双案申请 所以程序上是 还蛮好几个程序的一个把关 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 报告委员 这个目前这个草案 纯粹是一个草稿 纯粹的草案 那他们目前正在 今天才在3月18号 还在蓝宇那边 正在讨论 我希望这事情也是能够征询岛上的意见 我想这笔钱是希望能够对 达欧族人的一个补偿 所以应该是要多听他们的意见 但本席因为长期关注 这个蓝宇 跟蓝宇真的是很熟 所以对于这个草案实在是还蛮多意见的 第一个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的钱 这个25.5亿的钱编在哪里 我看你的预算书 看不到今年109年的预算编列 这样子 报委员 因为这个是在去年的这个 这个政府决定 拨25.5亿嘛 那么通常政府的预算是在前两年就预定了 所以说换句话说去年定的话 今年呢 在109年是看不到 所以我们未来会并在109年的结算 结算 就并结算就对了 好 那这下一个 就是在这知识的应用上面 你们有提到最后那一项 第二项 就是谈到说 这些项目总共有12项的 12款的一个服务 但是你把它设定在 支出在社会福利跟慈善事业的支出 要占60% 这个部分我有点疑虑 你怎么定义社会福利跟慈善 是在第一项 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跟第十二款吗 那其他的是不是社会福利事项 社会福利事项的定义是 你要怎么去定义 我非常认同委员的看法 这个定义有精准的定义 那有关于委员的这个尊重 这个看法 我们会请 今天待会我们就打电话 给这个 今天下午要开会的这个委员会议 请他们斟酌一下 你限定他60% 我更担心的是 本来这些项目 社会福利的相关项目 是政府很多的 已经在执行的 你反而把钱 匡在这个政府该执行的 你有没有这个基金去替代了 政府该执行的业务 是是是合理性的部分 对 这是我们质疑的地方 草地 是不是能够在这个部分 再考虑清楚 是不是要匡列60%当作社会福利 我没有说他不可以 只是说 是不是要这样匡列 这是一个疑虑 因为我很怕你们把这个基金的钱 拿来替代政府该扮演的角色 不会的 这两个应该是不会的 不会 我们不要去个台湾 可是你怎么划昏 我就有点不清楚 因为在后面更有你 我担心的 董事会的组成 我现在不谈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来下一页 你在这个基金的运作 看起来你们现在14条的草案 提到的是 只自实行长一人 然后工作人员两人 我在想说 管理这么样的一个基金 20亿的基金 然后又知习 大概如果20亿的话 大概有2000万到2000万左右 如果1%的话 2千万 只三个人 然后就是执行长会计跟出纳吗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业务量 我觉得是不作为吗 还是有对这样的基金会有想象的作为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是真的直接建议 一般我们在组织章程上面 通常执行长是一个人 没错 那事务人员应该是若干 因为这就不要弹性了 如果你只设定了两个 那你就永远没办法征聘人了 我不知道你以后要怎么运作 这个二十几亿的一个基金 甚至是5.5亿的基金 那个监住金怎么运用 这个部分我是觉得 事务上面用一到两人是不对的 我真的太匡列 把你们匡实了 同意委员的说法 好我们今天下午立刻跟他反应 好不好 把委员的保规意见反应给他 我还有好几个问题 还有你们在这个二十四条 也特别提到说 各部落是提供 这个所谓的两到三人 来组成这个咨询委员 但是我在看这个咨询委员的 这个成 就是他的位阶是什么 以及他扮演什么角色 这个部分你们的想象是什么 我们大概这样子 因为他总共有六个部落 那每个路波推破一个 一位董事代表 那这个董事代表 纯粹是把意见带过来 针对这咨询委员的意见带过来 目前大概初步规划是这个方向 所以他是一个咨询 比较是一个提供意见的一个角色 是是没错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对不起 主席给我一点时间 这个是我最质疑的 因为这个基金的一个所属 应该是属于达务族人的 可是我们在这个二十二条是 本会因故解散的时候 但剩余的财产要归回 你们后 这个核后端基金 这个部分达务族人会同意吗 这本来就是补偿给他们的钱 怎么可以因为解散 然后就收回去了 委员我同意这个条文 这个这样定的不是很妥事 那今天可能也会针对这个条文 相关的这几个 这么多条文的不合理性 他们应该会比较讨论比较具体 那讨论完之后 我再跟委员做报告 我希望讨论的结果 可以跟本席再做 让本席再了解 因为我希望对达务族人的这些意见 我们也尊重 但是我觉得有些条文 确实是有些不妥 谢谢 好 谢谢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李贵敏 李贵敏 李贵敏委员不在 我们请何欣纯委员 谢谢主席 我们先请部长跟我们署长 水利署署长 来请沈部长跟赖署长 部长你辛苦了 委员你好 你好 因为刚刚有委员在关心水的问题 我也在关心 他刚刚看的是 秀出来是桃园地区了 我秀的是更大一点的中南部 我台中吃的石缸霸只剩下18.2% 那德基水库只剩下28.7% 李渔潭呢 在隔壁43.5% 那更难一点的甚至也都很糟糕 那我现在关心的是 防疫期间我们特别需要用到水 大台中地区的水 能不能到5月底之前都OK OK 好 我来跟委员报告 委员在担心看这个所致 说18.2% 这会怕 对啊 实际现在 我们台中的水不是跟他割石缸霸 主要给我请我们市长来跟委员说一下 好 好 谢谢委员 石缸霸它是一个 按饮水的结构 所以它不是主要是靠库容来了 所以我们在看石缸霸的部分 必须要跟铝鱼潭水库一起来看 可是铝鱼潭水库也只有43.5% 对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枯水期的后段 是 因为345 可是我看你最近在做人造雨的那个效果不是很好 就进账的那个水的数量也没有 无预期的多 人工争雨的部分 我们是绝对不会放弃任一个封面 包括这两天 对 当然最主要委员关心的是说我们到美雨季节来临之前 我们的水情状况如何 对5月之前 我们现在每隔两个礼拜来做检讨 从去年到现在我们节省了水量 5.3亿吨 这5.3亿吨若不这样子节省 其实去年9月到目前为止的降雨量只有5到7成 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办法撑到现在的 但是以目前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图表上面来看的话 中部地区我们来看的话我们都有不同的情境 那未来每个两个礼拜会根据不同的情境来做实地的这个运用 所以重点是你们已经有因应的一个措施 那也有紧急应变的措施 尤其在五号肺炎这个防疫期间水很重要 对 所以呢在这个部分我只是希望说 现在虽然是枯水期的末期 但是因为未来的水情如果我没有办法预测 如果提供北要听修我们台湾人没听到会很快落后 那但是呢总是不能只是依赖老天爷嘛 我们自己能做到的能够调节的 所以我只是在提醒拜托部长跟署长 这个不仅仅是桃园地区大台中 我相信南部的水情也是很严峻 这里我跟委员报告第一个就是自助人助跟天助 是啦 我们可以做 我们要接用 我们要自己做到够了 对对对对 天有在看 是啦是啦 所以我们一起努力尤其是武汉肺炎期间非常需要用到水 所以这个部分再请部长署长再多多的注意 感谢委员你给我们提醒 再来第二点 刚才希望其他委员说到 今天有在审中小企业的基金 还有一些我们现在为了营养武汉肺炎的一个纾困振兴的一个 包括部长你今天早上接受媒体的询问的时候 你也有讲嘛 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很多的措施 但是要换下去之前要先救命啦 对这才是啦 刚才有人说到要先输困才有振兴的机会啦 对对这才是 那我现在就要请教一下 所以不能抽银根啦 你讲得很好因为你回答媒体是说五大原则不要抽银根 要借得到要多借一点利息少一点核发速度快一点 那利息的部分呢少一点也有政府的一个利息补贴的政策嘛对不对 还有本金展业的政策嘛对不对 但是你说的说实在你的数字截到17号中午为止 41家申请贷款额度是新台币51.3亿 我现在是希望部长我们还要再更扩大为什么 我们的中小企业啊全台湾啊 整个万间啊 你现在才41间来申请呢 这里我会说我们会来加强宣导 是啊 感觉政府这个时候就是要来挺企业 因为很多中小企业都搞不清楚政府的纾困方案 然后政府可以协助的到底是怎么样来做 这个我跟委员博就一定有怎么说 所以因为所长要出来拍这个小编的这些广告片 要让中小企业感受到 所以我早上7点我就8了 而且申请的手续要简化 是 要简单简化 然后要迅速有效率 过去就是在做文比赛啦 是啦 现在我们就很简单 书困 如果我还等到书困的时候 我等到做文比赛 又等到你身材的时候我已经很忧忌了 我现在就是简易表格哦 简易表格这样 是啊 所以我请部长拜托拜托再拜托 我看到这个设计啊 到17号中午为止只有41家 你看全台湾 这是这样 我给委员也报过 这是长重导材账博取出来 我相信应该更多 应该更多啦 有啦 最后一件啦 我刚才说的 纾困啊 除了这个申请的程序要简化 而且要表格化 要简单易懂 但这真的让中小企业 可能在第一时间 有顶期限哦 有顶期限哦 两个星期就要出来哦 是嘛 钱没交 你有说政府还会对加嘛 对吧 是不是 但是我现在在问 我从上个礼拜有一个书面咨询 告诉部长 告诉经济部 财团法人 台湾票据交换所 在2月7号就有一个新闻稿 嗯 他说呢 支票的存款户 受武汉肺炎的 疫情影响制财务困难 向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他还有点到你经济部 申请纾困 经由该主管机关同意辅导有案 并由中央银行韩传本所者 本所级委纾困之助记 啊这先来叫名 因为呢 纾困之助记 可以让这一个 支票存款户 他可以有6个 注销啦 注销 对啦 拒绝往来后的一个展颜 宽颜 有6个月半年的期限嘛 但是我 顺便资料给经济部 你知道你经济部给他回什么吗 你经济部给他回一个公文 来 回复我们经济部队受 发生营运困难事业 资金纾困 振兴贷款及利息补贴作业要点 你回王姐的作业要点 这个作业要点就是 振兴贷款跟利息补贴哦 他跟我在跟你讲的 这个注记 你纾困的注记是完全两码子事哦 因为交给委员报告 我们通常聚到 说我们经济部 显那位主员啦 这是央行那里 那问题是 有这个新闻稿 政府也正向了每一根纾困的方式 你经济部 你是主管单位啊 你一定要把这个 受理的申请的SOP流程 是 第一个要订出来 第二个简化 第三个用最快的速度 赶快可以跟中央银行 跟台湾票据交换所 你要跟他们协调嘛 这样你不知道能够帮忙 我们找中小企业 第二个 可是你经济部要 你经济部要辅导邮案耶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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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民 我们已经都说好了 那有一个流程公告 流程公告的吗 这个有 那个我们中小企业的家里有 中小企业的家里有 你给公告的流程好吗 好好 这个台湾票据交换所的 这个他的这个SOP程序 这个我们的陷害 透过一个加强声道 给大家更安心 是嘛 给大家安心嘛 好吗 这就好多事啦 一旦提醒好 票挑的时候 不信仰的时候 你所有的这个补助方案 他也申请不到啦 我知 政府的纾困他也用不到啦 好不好 好 感谢美人 其实要救命啊 好不好 谢谢 才能够振兴 谢谢 感恩 谢谢 好 谢谢何欣纯委员 接下来请郭国文委员发言 主席,有請省部長跟賴署長同樣 來,請兩位 議員你好 部長你好,辛苦部長 部長,請教一下,部長 你還有那個鞭魚是誰? 現在是在海外搭車或是吃頭肉的 真的沒有,我們的小孩都在台灣 都在台灣,還有真的好朋友 以前的朋友,怕他們是在外面吃頭肉 在國外,肯定沒有 肯定都沒有? 你老年不是很好,你都在台灣才喜歡台灣 都跟遊台灣 不過我跟你講雖然你沒有 但是最近我們理法委員的董事 常常接到電話 沒人在海外搭車的留學生有7萬人 在外面海外吃頭肉的人有73萬人 當然外面的疫情越來越嚴重 中國來開始燒燒,美國燒到尾翁出去了 越燒越嚴重 越燒燒就越紅紅了 燒燒越紅,反而大家輸給人家大 靠電話來說要愛水燒,口罩 我們有開放一個,布口罩蒸裂新稅者的編號 免去報關程序跟切解,這某一部分有回應名義 不過我現在是讓你看到這張圖裡面 對幾個口罩你現在看到,除了布口罩以外 都不可以出口 因為現在是這樣啦 現在這個口罩這裡 可以說這個事情 為什麼他們每個禮拜都有在討論 對 就是現在這個疫情不是我們說的那麼單純 還是蠻嚴峻 我都知道 所以說在這個情形時下要開放這個 口罩上面看以前喊這個出國的原因 因為現在是怕什麼 原因就是主求跟救百人嘛,對不對 對 將是離開我這7萬人 做工作這73萬人 加起來這70萬人 到底是我們自己的人還是外人 這是這樣,就是要麻祝國來之後 才有威力去照顧我們自己的人 將是還有一個問題喔 好 現在陳時中部長就說 當然啊 以現在來說有一波頭難炒 你這樣看到是 剛才七頭出國回來喔 有一部分是留學 尤其是做工作 趕緊要重回台灣 因為外國拿不到 這些戰略物資拿不到 口罩拿不到 其他東西來 讓自己安心 是大人都叫他回來 可是陳時中部長他們講說 最好不一定要回來 留在那邊搞不好比較安全 可是留在那邊要安全 也要有口罩啊 對嗎 你剛才沒給一些基本的主緣 他大家最想要回來嘛 對啊 這樣不是做成 我們國內的困難嗎 這我跟委員報告 現在要先考慮 我們在這裡的人 對 我也是考慮喔 我們在這裡的人 一星期三天而已喔 部長 部長我也是在考慮喔 這個前提上 你要做總量的管制嘛 我們現在一星期三天是生產一千萬嘛 我們後面要生產一千萬嘛 我們後面要生產三萬嘛 我們的生產量也增加嘛 對 疫情的變化萬千啦 是 對 比如說我們看到它夠裡面 還是這個最不夠在我們裡面 比如說這些人走回來的時候 見到我們裡面越嚴重了 這是這樣啦 我跟委員報告 以經濟部角度 我是強化攻擊啦 至於剩下的分配 這樣好不好 那個部長這樣啦 我總是歡迎一個名義嘛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中時生產 你做得很好啦 我想說我來打一百空一分啦 沒有啦 不敢 但是喔 後面這些口罩 我們就回來來看啦 我們還有每一個口罩都全部有關折 你來回答本身一個 還有全部都有關折 因為現在來說 在這台這裡 目前是這些 一般用到外科的口罩 這些都有關折 這些是算主要主力啦 就是大家安心的啦 其他未必然有關折嘛 我們還有一部分開放你 國內的市場 在自由流逃嘛 工業用的地方啦 因為生產線也需要嘛 對 同樣的道理啊 你這裡 你國內無關折的狀況之下 是不是能夠稍微思考一下 也算顧自己的 顧自己的怕是誰 你害我特色還是工作的人 因為我們現在怕是怕什麼呢 不是太多量啦 不是叫你怕貴傷的啦 也不是說出國的時候 一個人帶了250匹 也不是這樣啦 就至少 你把一部分的稅者的這個關折 把稍微放鬆的可能 來探討看看 委員的意見 我們拿來歡迎 這樣 你當時要歡迎 因為現在 你又等到半天又開火嗎 不是不是 我告訴你 我們在CDC的指揮中心 CDC的指揮中心 我們討論一下好不好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每天 今天去討論一下好不好 麻煩一下 今天去討論一下 好 謝謝 部長請休息 我們問署長一下 這個署長發規定好了 你休息一下 來 我們看一下 剛剛核心存委員是類似這種圖 他看台中 前面看桃園 我看全國 但是全國的重點還是放在台南 你看台南的部分 三文水口28.6 署長 然後呢 我們的這個南化水庫 37.5 你之前有宣布說過 每一個人多洗手10次 耗掉的水量48萬噸 對不對 署長 這樣缺水 再加上三位 台灣是世界十八大的缺水國 最近 還沒剛好 降雨的流失率 高達82% 還沒減 今年呢 春雨又偏少 署長 怎麼辦 委員 兩年前 我們就推動了穩定供水方案 開園截流調度備援 我知道啦 今年特別欠 從過去三年 我們增加的水量 101萬噸 但是今年為什麼會特別缺 當然去年也沒有颱風過境 當然我們慶幸我們沒有災害 可是我們也提前因應 剛剛委員談到了南化水庫 中文水庫的部分 其實他是要跟烏山頭合避來看 你意思是說去年的時候就有超前部署 我再提一個超前部署 因為今天提到這個水資源基金的問題 國外 有可能 基本上因為水的事情 包括上游 中游 下游 就是如委員所說的 那現在水利署底下 有一個水利規劃試驗所 那我們現在所有的開園截流調度備援 我們都要管的 因為農業也需要 工業也需要 民生用水也需要 站在一個國家的高位當中 來作為研究機構 有更多的資源 有更多的人 有興趣對水資源的研究 我們都是樂觀其成 所以說你用這個錢 來找一個人 本席是給你建議 你回去研究看看 這其他國家的理事 這種的諮詢機構 不是我天馬星空想到的 署長 拿回去研究看看好不好 好 我們再研究一下 我只要30秒就好了 讓我讓部長聽一下 部長剛才你不用起來了 部長你做得聽 簡單的講 我們現在回台投資方案 現在是很多 共共要破條 但是重點是資金到位 你資金到位才有國內投資的動能 國內投資的動能 才是帶動這部公共支出 公共發展的可能性 不然市部門現在要萎縮 所以達成率麻煩 吹一下 你說一下 15秒 總統在國安會議 提交給 現在國安會議要擴大內心 加強投資 所以 台商回台成全部也可以加快 要加快 執行力要有關鍵的到位 我們會不會付 好 謝謝郭國文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蘇巧惠 蘇巧惠 蘇巧惠 委員不在 中嘉賓 高嘉瑜 高嘉瑜 誰不在 reath天才 我們請部長 來 請沈部長 部長 你好 議員 你好 我們是新亞人 對 你住哪裡一宗 我住民間路 我住民間路 我要跟部長說 我們南部吃水 跟北部吃水有一點不同 主要不同的地方 就是像這個 翡翠水庫 有那個 翡翠水庫特定區管理局 對 南部沒有 不過不只是南部 很多地方都沒有 我知道 有在財政委員會有質詢 就是之前黃國昌委員 有質詢那個西羅 西羅的那個 稻采殺石 還有 有可能那個廢棄物的回田 那經過國產署的檢驗 它的重金屬 涅超過6.5倍 各 超過17倍 這個都是一級致癌物 然後還有其他重金屬的污染 然後 由自來水公司的那個 水質的檢驗 發現在雲林西羅的地下水 的淨水場的水質 明顯也比其他不好 那在這裡要跟 部長來請託 我們南部喝的水 中部喝的水 甚至就是簡單說 這個翡翠水庫水雲區以外的 目前是沒有化射 除了有自來水保護區 但是很多地方 是沒有化保護區 那化保護區 包括我們主席梅龍 也是有喝地下水 就是說取水口附近是沒有化 那在這裡就是 是不是我們可以考慮 取水口的一公里範圍內 因為要化飲用水保護區 這樣子可以避免所謂 可能有一些不當的廢棄物掩埋 或者是這個違法工廠 可能它有廢水的排放 導致的污染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希望 經濟部重視現在現有的這個問題 那我今天要講的就是 目前的水資源作業基金 是不是可以來做一個規劃 因為就是比照這個 台北市水源特定區 這個地方有設管理局 然後有做有管理費用 有相當的人力 在做水源區的巡守 那這個部分請部長說明 可以嗎 以我們現在來說 因為這個組織 種種受注於這個組織的行程 但是我們現在 剛才市長有跟我們說 會用自公和協助 自公是沒辦法 自公沒辦法 現在就是不需要修什麼大法規 就是行政命令就好了 比如說一些水資源 作業基金相關的管理辦法 或者是水源回饋 及回饋費的這些條例 是不是可以來研你 因為如果沒有尋守管理 你用自公我覺得這是不負責任的 政府不負責任 所以請部長要了解 好 謝謝 那再來就是 部長可以做演你嗎 可以做相關的規劃嗎 這個我會來請我們水理事 來去思考 找個時間去看你 看理順利 如何處理 好 討論看 因為現在的水資源作業基金 就是拜託部長 在水源區的尋守 因為現在如果不趕快去做相關的規劃 未來現在水質還好的地方 可能就會更 沒關係 我看這樣 這也牽涉到農委會啦 林務次啦跟我們 大家一起來 好 那另外我在 針對經濟作業基金這邊 因為我們知道經濟作業基金 這個費用是很多啦 是很多 那目前呢 很多是用在能源的使用 能源的研發 或者是一些開發比較多啦 那這裡就是說 是不是在這個基金能夠做一些 開發案的生態補償的一些規劃 譬如說增加污染防治生態補償 好像今天我們已經看到媒體融資的部分 一些鋼鐵業 一些這個污染 比較有污染排放的產業 他們要融資 但是我們知道很多公股銀行 他們都有牽涉到原則 牽涉到原則就是 不可以去貸款 信貸 受信給這些污染產業 那如果要降低污染 除了企業社會責任 就是說在更多基金方面 尤其是國營事業 我們是不是可以增加 污染防治的一些經費 來做更多污染防治 這個部分大概這樣 謝謝委員的提醒 這個部分大概會從能源開發案的開發者來負責 他現在來講 中油 好 這個中油公司 電的部分 這個台電 這個部分大概 謝謝 謝謝 陳焦華委員 我們今天登記發言的委員 除不在場者外 其餘均與發言完畢 尋答結束 另外有廖婉如委員 謝伊鳳委員 林代化委員 所提書面質詢列入記錄 刊登公報 書面質詢和為其答覆的部分 請相關單位於一週內 以書面答覆 並附資本會 討論事項所列有關 109年度經濟部主管的 非營業基金預算案 本日尋答結束 令定期繼續審查 那各位同仁 如果有修正動議 或者是提案 請於3月25號 中午12點以前 送到經濟委員會辦公室 以便我們議事人員 後續會整 那今日鎖列議程處理完俊 現在休息 明天上午9點 繼續開會 請開始 請請 請 請